中宣部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2021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 指出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 当局要组织党员干部 阅读重点权威党史出版物 要在广大群众中推广党史 新中国史等出版物阅读 这份通知表明 当局今年不但要在党内 喊抓党史学习 还要进行全民推广 记者注意到 过去几天 全国各地的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 纷纷召开了各自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包括黑龙江省双压山市公安机关 西安市政协 北京交通大学等等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认为 中共近期动员全民学党史 不只是为了契合建党100年的时机 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了两个100年 今年呢 一个是20大的前一年 那当然了 重大的人事安排已经敲定了 那当然就是没有接班人 而且呢第一个100年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他一定要做的 一个月前 中共当局还专门召开了 面向全党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说 为了更好地应对 未来各种可遇见 很难以遇见的风险挑战 全党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出版 大叔收录了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 发表了关于中共党史的40篇文稿 包括对五四运动 延安精神 景高山精神 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 叛美援朝 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的阐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政治学教授李安有 周四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 纯统基金会 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 中共的意识形态 决定了其领导人的决策 注定会酿成一系列人道灾难 相对于伯克提倡的一小步 一小步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 中共对于社会发展规划坚持 过去常常 将来可能还会令当局犯下 需要付出极为昂贵代价的错误 建国七十多年来 中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觉得群众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 进行了严酷打压 土地改革 大跃进 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导致亿万政府人丧生 而六四事件更是让国际社会 见识到了中共的残暴面目 但直到今天 北京当局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叙述 仍然严加控制 而六四事件依旧是个禁区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2018年实行的英烈保护法 就是当局试图打压 偏离官方叙事说法的又一大动作 但反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认英烈的事迹和精神 并允许追究鬼者的刑事责任 云美宪政学者王天成认为 英烈保护法的实施 表明中共就是想搞一年堂 说到全民学党史 相信不少人都还记得两年前 横积一时的学习强补软件 这款由中宣部推出的学习平台 整合了习近平的讲话 和习近平思想等内容 由于各地公务员和党员 都被要求下载使用这款软件 很快就传出了有事业单位 要求员工 记载一定数量的学习积分 否则就会被通报批评的消息 这样的强制措施 引发民众情绪反弹 大批网友给这款软件 留下了差评 不到三个月 学习强国的积分排名功能 就被下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 和国际事务学教授 范亚伦周四 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说 党史就是中共的 一个统治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只有中共领导人说了算 在我看来 当局对政治理论 无休止地修订和重复 主要是为了维护 九千万中共党员的凝聚力 考虑到中国民众 对学习强国软件的 普遍消极态度 中共号召全民学党史 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践影响力 显然是个未知数 自于IG电台记者江奥 华生登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 播放外国众议院参议院模型 给外界的印象 是中国的国会 然而众所周知 在一党专政下 全国人大思维橡皮图章 全国政协沦为政治花瓶 都是拍手举手的政治表演工具 但习近平游闲不够 在他上台后 一步步的又把两会变成了习家军权力斗争的工具 在2021年的两会上 这种工具色彩更新明显 今年的全国人大 在习家军人物栗战书 王成等人的操纵下 通过了所谓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增加的如下两条 第31条 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32条 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 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综合推敲这两条 发现两个微妙 其一 人大常委会扩权 可以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任免或撤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要成员 显示对近3000人大代表不信任 把权力收缩到关键少数 即由170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 其二 人大闭会期间 有关中央军委的官员撤销 仍有军委主席提醒 但有关国务院的官员撤销 既可由国务院总理提醒 也可由委员长会议提醒 等于说撤销官员 委员长会议并不越过军委主席 却可以越过国务院总理 考虑到 现任人大委员长 军委主席 国务院总理 分别是栗战书 习近平 李克强 而栗战书 又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排头的习家军人物 扩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就等于扩大栗战书的权力 越过李克强 而不越过习近平 就等于习近平和栗战书 联手对付李克强 这正反映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格局 习家军对团派 可见 这次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 不是处于法治建设 也不是早眼于长治久安 而是处于权力格局 早眼于明年二十大之前的权力博弈 并非长远战略 而是短期策略 服务于习近平和习家军的急功近利 修法事关重大 这次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 是近四十年的第一次 然而并非因事修法 而是因人修法 仅仅因为习近平需要 僭越任期 实现明年连任 给予随时调配国务院和东安军委的人士 就擅自修改人大法规 正如2018年的两会 仅仅因为习近平个人追求 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就擅自修改宪法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这一切逐渐在习近平之下 中国法治倒退 沦上到何等程度 且不说绝无向前推进民主政治之一 就连中共自己改革开放的 些微政治进步 都被习近平和习家军剥夺殆尽 而走向全面的政治倒退 从一党专政升级到一人专制 从集体领导倒退为一人独裁 这固然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却也是作为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难以想象 一个九千万人的大党 竟然无理阻止一个人的 知意妄为 一切都是自渡使然 一党专政成为一人独裁的工具 一人独裁又成为一党专政的死穴 一党专政压迫这个民族 一人独裁又压迫这个党 恶性循环长此以往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同归于尽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 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美反自己宪法的中共新版人大组织法 本月十一日 中共党总书记习近平发布主席令 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 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限于公布 自2021年3月12日起实行 这份习近平版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篇 是原法的两倍还多 但是外界作为关注的 仅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被扩权的内容 用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的话说就是 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 具体包括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中共现行宪法 也就是2018年3月最新出荣的 习式宪法的相关条文规定 第62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之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 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沈记长 秘书长的人选 第63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 二 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沈记长 秘书长 三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第67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之权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决定部长 委员会主任 沈记长 秘书长的人选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比较之后就不难发现 新版 也可以称之为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中 健全的全国人民代常委会的任免权 已经明显违反了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 在国务院的人事方面 宪法赋予的全国人民代常委会的权限 只限于部长一级 包括委员会主任和沈记长 也还包括一般是由一个国务委员兼任的秘书长 照此规定 假如中共当局要在两届全国人民代之间的 某一时刻或增或减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 那么就必须在某一年三月左右召开的 全国人民代全体代表会议上通过 而现如今修改之后的组织法 用一句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把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部包括进去了 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 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如今已经出笼 从今以后的任何时候 如果习近平突然伸出安排某个政治新信 比如现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念头 栗战书不日即可召开人大常委会 通过此项任命 再不需要等到次年三月才召开的 全国人大某次全体代表会议上走过场 另外以修改为名 事实上是另起炉燥的 全国人大习近平版组织法中 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 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醒 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 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这部分内容 也是和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有所冲突 只要现行宪法一天不再修改 那么对全国人大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官员 以及最高姐和最高法官员的罢免权 就只能在全国人大的 全体代表会议上行使 宪法并没有付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权利 而现在的习近平版组织法中 使用了宪法中没有出现的撤销一词 和罢免是一回事情 那么假如明天习近平要撤换 他手下的某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或者委员 依照宪法 需要等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决定罢免 但依据如今的这部组织法 随时可以召开会议的人大常委会上 就可以落实习近平的这一旨意 包括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在内的 多家海外华文媒体 在追踪报道 中共当局此次修改 全国人大组织法的消息时 都引述了来自香港 或者中国内地评价人士的观点 认为此举标志着 总理李克强的行政权力被削弱 其实 若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的话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及国务委员任免的权力 无论是在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 还是把这项权力扩大给了全国人大的常委会 行使这项权力的大前提是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的无比虚伪 熟知中共组织运作制度的人士都应该清楚 不仅仅是中共执政史上最弱势的一届总理李克强 从当年的赵紫阳到李鹏 再到朱镕基和温家宝 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都没有过为自己的那些内阁 独自选择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权利 习近平之前的胡锦涛 应该是中共执政史上最弱势的一任党总书记 但就是他执政的那十年时间里 所谓党管组织这项制度也从来没有被削弱过 当时的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读的所谓我现在提名 同样也是在宣读一份中共中央建议名单 谁都明白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的基础上 无论是在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 还是仅仅只需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都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而这中间的重要区别只是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是每年一度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是正常情况下平均每两个月一次 必要的话可以随时召开 所以习近平当局显然只是考虑了新增国务院副总理 以及国务委员任命手续的简化和时间上的方便与随机 才在全国人大组织法上做此修改 谈不上是否对李克强的行政权力进行了削解 与此同时 新出龙的习近平组织法里也把宪法中规定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 也不过是暂时存在 反正后年三月召开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时 与李克强内阁被换届的同时 百分之百会再出台习式宪法的2.0版本 届时再根据已经修改了的死法去修改母法就是了 中共当局抛出了这份全国人大组织法草案之后 网上有一篇署名李林一的评论文章 李克强接班人习近平会做加法还是减法 说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扩权 未来可以任命副总理级别官员 习当局对这种机制的变动非一时兴起 没有外界想象这么简单 可能直接影响到李克强的接班人选 也可能使得中共政局未来再次生变 文章认为 未来中共副总理人选可以随时由中共中央决定 然后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不必再限于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 最初被看好接班习近平的胡春华 直到2017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抓入狱 习近平被除国家主席只能任两届的规则之后 人们才发现他最多只能接班李克强 而且就连最后能否成功当上总理 也还要看习近平是否愿意 但是有一点 接班李克强的人应该是从布总理中产生 近几十年来 从朱隆基、文家宝、李克强的试图轨迹来看 这一点未被打破 如果习真的准备让胡春华接班李克强 那么就没必要在这次两会做出改动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权扩展到布总理一级的官员 对于胡春华来说 现在已是副总理 未来更上一层接班总理 符合中共内部规则 不需要任何机制上的改动 既然习做出了改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权的举动 那么很可能未来李克强的接班人 目前并不在现任的几名副总理之中 需要在未来一年内快速增补 如果等到明年两会才任命这个新的副总理 然后到明年10月的20大 这名副总理成为常委 明确未来接手李克强总理职务 一点热身时间都没有 未免给人以坐火箭的感觉 习任人唯亲的印象会更浓 于习不利 也就是说 如果习真的准备做加法 从现任副总理之外挑选接班人 无论是李强还是其他习的亲戚 未来一年内就可以看见此人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增补为新的副总理 还有一种情况是习近平做减法 就是从现任的副总理中拿下一个人 或者让潜在的竞争者自愿出局 然后再增补自己的众议人选 做减法的前提条件是 习近平在高层内部斗争中取胜有难度 胡春华的资历成绩受到各派认可 习派提出的人选难以与胡春华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只能从事故技 以反腐败的名义彻查胡春华工作的地方 最终或者以孙政才下台的方式抓捕胡春华 或者以李源潮下台的方式 让胡直接退出竞争 而以我们的看法 上文中所说的习近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做家法 及临时增补一名国务院副总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在此前提下再做减法 就把现任副总理拿掉一个实在没有必要 当然以反腐的名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不妨以1991年邓小林下令增补朱镕基和周家华为副总理 同时增补钱其真为国务委员为例 当时因为儿子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反革命行为 被内部停职的副总理吴薛仙 虽然此前已经被迫交权给钱其真 但是他的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表面职务 都是一直保留到正常换届为止 我们也非常奇怪 习近平当局为何要抢在后天三月召开的 新一届全国人大上再次修建之前 急于把内容上与现行宪法相违背的新版组织法出笼并实施 紧迫性和必要性到底在哪 但是假如习近平已经打定主意 不在现任副总理中产生李克强总理接班人的话 那么最简单的做法应该是在日前已经闭幕的 今年人大例会之前就提名增补自己的某个意中人 比如李强为副总理 为什么要搞这种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这次急于出台 习近平版人大组织法的幕后动机 与日后接班李克强总理大位的黑马人选联系起来的话 那就只能解释为眼下的习近平仍然还没有拿定主意 下届总理的接班人选是出自现任副总理 还是目前尚未在国务院任职的某个政治局委员 至于至今并没有引起外界关注的这部修改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法 把宪法中赋予全国人大的对国务院官员和中央军委官员的罢免权 以撤换的形式下放给了随时可以召开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更多的幕后考量是什么 留待我们本端栏的下篇文章在所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异化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新华社为两会闭幕发表社评 指出国之大者事事关全局 事关根本 事关长治久安 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去年4月习近平视察陕西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 要求各级党委和干部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 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 强调什么 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 此后呢 我们看到国之大者就不同寻常的成为中共最大的政治和官场高频词 那么何为国之大者 为什么他称为中共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习近平提出国之大者与他在中共二十大图谋长期执政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国之大者运藏深意习近平为突破任期造势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许伯先生好 张杰先生好 听众的观众朋友好 好 另外一位就是美国华文媒体博讯专栏作家张杰 张博士您好 许伯好 胡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习近平他去年一月视察陕西的时候 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叫国之大者 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 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 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 强调什么 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 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要身体力行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两个呀 四个呀等这类这个数字八股套话呢 我们就看到习近平他重点强调的是要各级领导干部 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 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 强调什么 按理说习近平话说到这里呢 实际是再明白不过了 可是呢 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什么是国之大者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 这个习近平显然在这里的 他卖了个关子 那么究竟您认为什么是他所说的国之大者 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国之大者 这个国之大者这四个字呢 你也查不出什么出处 弄不清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这种知乎者也的文周周的这种表达呢 他有个特点 特点就是正因为他缺少很明晰很确切的内涵 所以你就可以做多种隐身 可以引发多种连想 这有很强的暗示性 这就给那些歌功颂德的 留学拍马的人呢 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你说国之大者 那无非就抢那个国 大 那就是所谓 中国就是大国嘛 大国崛起 我们身处到一个大时代 百年为一支大变局 要抓大事 要有大局官 大胸怀 大格局 大气魄大担当 那么最后呢 他会接到一句 就是没有说明 但是他暗含这么种意思的 那就要需要大领袖 大统帅 就这个意思 用这种说法呢 他就无非就是想激发起人的这种 国人的这种 民族自豪感 使命感 然后制度自信 几个自信 然后以及加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你看关于其这种说法 想到什么国呀 大呀 大国 这种说法在中国已经流行有些年头了 我记得这个上海作家王安逸写过一本书 叫这个遍地枭雄 里头有一个叫外号叫大王的一个年轻人 其实他就是干些这么难度 劫车的这么些小步的 底下也就只有两个小喽喽 可是这个大王呢 还口气很大 喜欢大发红润 他就谈到这个大国 就现在谈到大国的问题 中国好啊 好就好 但是这个泱泱大国 我们崇尚的就是一个大字 这个大呢 是指气象 美国也大 可是美国总统是选出来的 这就没劲了呀 整天到处谈谈 拿选票 出选票 哪有君临天下的那个气象呢 所以他这个大王 最崇拜的就是这个 称王称霸 最崇拜的人物呢 就是毛泽东 那你从这个所谓大王 这种心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习近平强调国之大者 他要召唤出来的 他要激发的 正是这么一种感觉 那就认为 中国了不得 是个大国 中国现在要成了世界老大了 而在这个 我们看到就把中共官媒 我们看到就把中共官媒忙坏了 中共官媒和这个御用的智能文人们便开始了密集的权柱和解读 因为领袖他没有提出什么是这个国之大者的概念 有人呢 我们看到更从权力结构 国家利益 政治角度 历史角度 现实角度 发展角度 等各个方面进行繁琐考证 我们看到这个圈子就越绕越大 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 您怎么看中共的国之大者 什么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国之大者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因为习时代他喜欢创造一些新的名词 什么大国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来播他的话题 也就是把习的一些新的名字跟文革联系起来 其实就一目了难了 什么叫国之大者呢 就是政治划算 也就是两个维护 两个维护里面呢 有个重心 就是习时党中央的核心是全党的核心 他强调国之大者 就是告诫官员 不要埋头拉车 要抬头看路 对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对他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 什么是国之大者 简单的说 就是用这种新词包装文革的旧口号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按照中共 按照中共官媒 中共御用文人们的 他们的这个解释 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个中国梦 东升西降的这些大趋势等等 中国赶超西方 这些呢都是国之大者 那么这些肯定都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就是意在提醒全党 所目前呢正值中国赶超西方的 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这个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啊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中国就需要一位高瞻远瞩 把握全局的这样一位伟人 不拘任何这个任期限制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 我来请教胡先生 我觉得后半部分啊 才是习近平没有点破的 这个官子和局 实际您刚才呢 已经讲到这个 我们想请胡先生呢 再给我们这个讲一下 这个国之大者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你说得很对 这个新华社文章 他在传说国之大者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国之大者第一条 那就是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是国之大者 这个核心俩都呢 还加了黑皮 那你说白了 那就是所谓国之大者 最要紧的第一条 那就是核心 那也就是习近平 就是在抢了对习近平的 这个独裁 抢了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 当然他这个话 没有这么明着说 但他含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不是我们 给他瞎猜的 给他强加的 因为他是由于 那个讲话人的这个身份 和你的上下文 你的语境所决定的 因为习近平讲这些话 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 在发号召 伟大领袖 在发出伟大号召 那么你接受这些话语 那总统就承认了 习近平是个伟大领袖 就是表示你要这个 无限忠于习主席 要紧跟习主席 刚才张杰也提到 就相信文化革命 你看我当算是文化革命的过来人 那我们都记得 在文化革命之前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就已经是到了顶点 那在1965年 那不就相传毛泽东 讲过一段话吗 毛泽东就说 我今后的几十年 对祖国的前途 和人人的命运 是多么重要啊 现在二十岁的青年 再过二三十年 就是四十岁 五十岁的人了 说这一代年轻人 将亲手 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 建成伟大的 社会主义全国 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 任重而道远 所以有志气 有报复的中国青年 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 而奋斗终身 当时年轻人听了这些 很多年轻人听了这句话 特别是那些红二代 那热血沸腾 非常激动啊 那下决心 就是要跟着这个毛主席干革命 所以像这一类说法 就是在民面上 并没有包含任何 谈这个说法字 人自己 这个意思在里头 但是看起来 他只是在激发 国人的自豪感 激发人们的这种使命感 但实际上 他暗含着一个 很重要的意思 那就是 自己在给自己 制造个人崇拜 其实他这个内涵 应该是他的 弦外之音 是每一个听话的人 都能够心领神会的 的确啊 这个我们看到 毛泽东的语境 习近平在继承 刚才胡先生举那个例子 很有意思 毛泽东提醒年轻人 说再过多少多少若干年 中国将是多么伟大的一个 我们看到习近平 刚刚在这个 政协分组 消除讨论会上 提到这个问题 七零 八零 九零 零零后的年轻人 你们在出国之前 现在呢 就可以平视世界了 这个不像我们那时候 那样土了 这种语境 跟毛泽东的语境 何其相似呢 我们看到 刚才张杰博士提到 我们理解国之大者呢 不能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 好像是个 实际上呢 它是指的一种 这个意境 一种精神 就是说呢 就是说要维护 习近平的个人权威 的确我们看到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 也在提醒人们 说理解国之大者 不能局限于具体的工作 而是要关注习近平所说的 党中央在关心什么 在强调什么 什么是党和国家 最重要的利益 要多打大算盘 算大仗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 都是习近平 这个习近平的话 都是引用习近平的话 这些呢 都需要从 从讲政治的这个高度 来理解和把握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博士 如果说要赶超西方 实现民族复兴 是国之大者的主体 那么习近平 跨世代的这个 长期执政 则是实现 国之大者的保证 这就是习近平 不便明说的 党和国家 最重要的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敦促全党 要多打大算盘 少打小算盘 您怎么看这种判断 这种观点应该说有道理 因为目前来说 二十大 已经争夺战 已经开始改革派 保守派 已经在较劲了 要进行权力的分配 但是这种观点 还视野不够开阔 因为习近平 他可能认为 这种终身职责是必然的 他的心态不同于 江泽民和胡锦涛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 中共的少东家 江山就是我父辈打下来的 我们红二代 长期执政 永远执政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身上有红色血脉 其实习近平的国之大者 不仅是 针对着二十大的连任 更重要的 他是要实现他的 红色帝国梦想 也就是他有一个庞大的梦想 最终是要称霸世界 他要超越秦皇汉武 唐宗宋主和陈吉思汗 成为中国的一代枭雄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在2018年修改宪法 取消任期限制 之后 这就让他的 很多人都说是司马昭之心 出露于天下了 此后 他再也没有明确说明 是否要突破 这个两届任期 长期或者终身执政 他没有明说 他没有明说这个问题 但是他本人显然呢 都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 在努力 我们看到中国梦 大变局和大趋势 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 来做铺垫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国之大者的提出 就给人一种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的这样一种感觉 或者说是义不容辞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习近平呢 这里边他突出的是这样一种意境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2018年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的 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就是为了突破这个两届任期 终身执政 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本来就没有任期限制 原来呢 只有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 可是从相对名以来呢 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三合一 缺一不可 所以你要终身执政 你叫取消国家主席 任期限制这一条 你只有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你才能够一个人 同时身兼三任 而且能够无限期的执政下去 所以对当年修改宪法的含义所在 那么现在提出国制大者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 他就是为二十大连任总书记 造舆论 做个铺垫 那么也像刚才张基先生谈到的 习近平的野心还不止是 仅仅是二十大连任 还有比这个还要求他更高 他这得确实给人摆出一副 就是舍我其谁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现在讲国制大者呢 他其实等于就抛出一个信号 或者抛出一个这个工具 一种手段 那就看 然后下面就接着各种人 各路人马 纷纷对这句话去大家阐述 那么通过对这句话的这个认同 和阐述 就侧面的表现表达出 对习近平的这个效忠 所以他这时候放出这句话来呢 他有这么也有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我再继续请教胡先生啊 有人说习近平呢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修改宪法呢 他表明他要朝着这个长期执政 或者终身执政这个方向去努力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好像他也 他一直没有明说这个问题 所以就留给人许多猜测 此前呢 很多人呢 都认为 他还练 他究竟恋战 还是不恋战呢 这个还不好说 也许呢 他会呢 突然这个挑选出一位接班人 以前就是前不久 我看到一篇文章 还这样分析 说是这个中共啊 过早的这个指定接班人呢 这可能是一种弊病 这个对中共体制来说呢 可能是一种弊病 那么习近平也许呢 他在纠正这样一种弊病 那么究竟我们能看不 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出 习近平他在中共二十大上 究竟有没有长期执政 或者终身执政这种想法 胡先生 我想他应该 如果说他要考虑接班的问题 他现在考虑实际上是给李克强接班的问题 李克强之后 因为李克强 你就是下级人大 按照中国过去的关系 你这个国务院总理 没听说 这个 这个任期限制 被取消的 那李克强下来之后 谁来接替这个国务院总理 那是胡春华呀 还是谁是谁呀 那显然看了 习近平对胡春华是很不感兴趣的 他更希望取罢他自己的人 而他自己的人呢 在资历上啊 在能力上啊 似乎又还比较欠缺 所以我想他现在代为这个事儿潮信 那至于他自己的连任 这个应该是 这才来说应该是 不言而喻的 另外再说呢 你说这个 确定接班人 对于一种专制体制 尤其是独裁化的专制体制 这个接班人事 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不像过去皇帝 过去皇帝呢 就像清朝 你可以到最后那刻 你可以这个 写个密照 把它藏起来 到时候以先读 在此之前呢 连这些皇子 皇子们自己都不知道 谁被选中为接班人了 他就免得在你 在之前确定的 引起自己之间的 互相争斗啊等等 可是你 因为你现在共产党 你不可能采取这种 世袭的办法 那么你就必须得 事先 找出这么一个人 让他担当极其重要的职务 这样子才能使他 在自己之后 他顺利的接班 可是他这一百早了呢 那免不了会引起 这个师父会引起 大权旁落呀 他是不是还会继续 效忠于自己呀 你把这个人摆碗了呢 他语义不丰满 他势力很小 他上台之后 你自己走了 他上台 不做不做得稳 也是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啊 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 独裁化的专制制作 很难解决的一个 很致命的一个问题 那么张杰博士呢 刚才您说过 就是说呢 习近平的这个义信呢 恐怕会比二十大 这个长期执政 或者终身执政呢 这个义信更大 他要建立一个更大的 这个红色帝国 这样的一个梦想 那么 即便是二十大 我们看到呢 在习近平 要轻松的逾越 二十大这一关 就是说突破任期制的限制 外界分析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呢 二十大上实际上突破任期限制 要远比字面上修改宪法 带来的这个冲击更大 为了说服全党 全国 甚至是全世界 习近平呢 他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 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 人们看到 这个国之大者 就把习近平的个人报复 和对这个权力的 更高的一种追求 就披上了国家利益 和民族复兴的外衣 我来请教张博士 有人说呢 只有把国之大者 放到习近平 二十大权力保卫战的 这个背景下来解读 似乎才合乎逻辑 您怎么看 刚才胡平先生 还许伯林 其实分析都非常精彩 我觉得讲得都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说要把国之大者 放在权力保护战场 二十大来看 就是我说了 就是格局 有点小 应该呢 把它放在红色帝国梦想里面 这个红色帝国梦想呢 它包含一些内容 第一个是中共永久执政 第二是统一台湾 还有一些朋友说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 就是未来还要收复外蒙古 最终是要称霸世界 并且用中国这种极权主义价值观 去引领世界 去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 习近平认为 终身执政是当然的 因为你看从那个宪法的修订 到十九大不设储君 其实叫司马昭之心吧 路人皆知 国之大者 他是远远 他的气派 是远远要超过二十大连任的 在习近平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张博士我再请教一下 您说呢 这个二十大连任 对习近平来说 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好像在他来说 好像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目标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自己常常呢 这个不明说这个问题 并且呢 这个让其他的人来解读 来解释他的这个意思 所以有很多分析文章认为呢 他还不一定在二十大 这个二十大上 能摆平自己的权力布局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了 习近平怎么想 跟他内心的那种焦虑 是有关系的 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底气 没有毛泽东的底气 你看我们可以说 习近平不停地在宣誓 是他的权威 但是看看毛泽东跟 邓小平从来不做这个事 因为他们底气非常充足 并且他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人 他是有名义拥登的 而习近平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比喻为 挂在空中的一个 纸糊的灯笼 但是他自己这种狂妄 自己这种想法 是存在的 二十大年内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肯定会有权力的争动 最终那可能会 他可能会连任 也可能选一个傀儡 这个都可能存在 但不管怎么说 习近平终身的这个执政 是要做到的 并且最终会撕裂中共 好的 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 这个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摆平 这个他的这个权力布局 也就是实现他的这个个人报复 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 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寻求更高权力 是一条雄心勃勃的路 也可以说是野心勃勃的路 但是我们看到 同时也是一条充满风险 和不确定的这样一条路 我来请教胡先生 现在到中共二十大的召开 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十八个月 有人算了 那么习近平的权力布局 您认为他准备好了吗 他还面临哪些挑战呢 应该说他是有准备 不过也有变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前年修宪就是为了连任 因此修宪这一关过了 就说明连任就已经扫除障碍了 权力布局就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问题是这两年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所以就出现了变数 那就是在这两年之间 我们看到 首先是中国美国打起贸易战 然后又是新冠疫情 还有什么新疆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就在这两年之间 国际社会 尤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对中共的观感 尤其是对习近平的观感 可以说是急转之下 而且是不可挽回 不可逆转 这当然就已经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 构成很严峻的挑战 而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 又是由于中国的内部的很多做法 是经历相关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 可估计到 这种外部的压力 也可以使中国内部 包括党内 包括党内的高层 也会出现种种新的情况 你就看最近以来 这个包括好几次会议 习近平不断地跑到什么 那蒙古的代表团那去讲话 那是在敲打谁呢 赛阳最近以来 有好几个高官落马 那现在落马跟 这个十九大之前的落马 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了 那时候大家都还知道 这个高官是为什么事落的马 现在他这个高官 说落马就落马了 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 当然这只反映出 上次的权力斗争 依然进行的很激烈 不向外面想的这么风平浪静 那么既然这么一种情况 你像这两年出的事 包括新冠疫情这个事情 一方面是看起来 习近平好像借助于新冠疫情 这个还反败为胜 反而强化了这个权力 但是他在这方面 所犯下的这个严重的错误 那毫无疑问 我想党内上层 当然也是 每个人都是心知足明的 因此这些事情 其实都给习近平 能不能够很顺利的 这个渡过二十当 完成他原来的这些各种企图 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只能够建于中共政权这种性质本身 他内部的上司的问题 在没有某些事件 把他触发之前 从外表上总是看不出来的 但我相信从习近平个人 就从他最近的这一系列的表现来看 他显然还定不认为 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场风水 的确啊 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他毕竟不是打江山的毛泽东 见过世面的这个中国人 改革开放毕竟经过四十年了 这个见过世面的中国人呢 毕竟也不是当年中共 这个封地统治下那般愚昧无知 这就决定了习近平像刚才 这个胡先生所说的那样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就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一呼百音 我来请教张博士啊 类似像中国梦 像大趋势 像大变局 甚至红色帝国 这种这个国之大者的理论 能否足以说服中国人 让习近平的这个权力 平稳的更上一层楼呢 当然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东西 中国人是很简单的 中国人呢 他听新闻联播都是反着听 你说了现在我们要强谈谈解 他就认为肯定不谈解了 中国人他是有双重能格的 就是习近平怎么想 跟口里的表达是不一致的 其实我们看一看中国留学生 赴美留学生 看看中国的股市 我们都可以综合的看 就是中国人怎么用脚投票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 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只可能是烂尾工程 是不可能成功的 原因源于 习近平有三个误判 第一个呢 对明星的误判 中国人呢 是这样自私公立 但中国人不傻 不是北朝鲜人 中国的厌务政治斗争 希望安居乐业 一句话 闷声发大财 第二个呢 中国的国力有误判 中国的经济崛起 其实就是2001年 这个近于WTO以后 这个是靠美国的帮助 中国的经济呢 有结构性的问题 并且缺乏创新力 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人口老龄化 易富贤博士有精彩的论误 第三个问题 就是世界走势 什么东升西降 死与死 其实啊 就跟雄安新区一样 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为什么喜欢雄安新区呢 因为有雄有安 这个东西很好 自然气象都很好 但是 这东西是没有用的 所以习近平年论是大概念 但是会撕裂中共 好 两位嘉宾 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 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 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夜话中南海 专栏上次节目播讲的 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的 学历之争一文中 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 习近平2007年10月在中共 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进入 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的 官方简历中 除了首次介绍他的 三年现役军人 这一与日前的重要区别 至少还有一处区别 就是他此前的官方简历中的 大学普通班毕业几个字 再也不见了 2022年10月12日 时任中组部的副部长孙小群 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宣布 时任不见省长习近平 调任浙江省长 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 孙小群对习近平同志的情况 做了介绍 习近平同志是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 普通班毕业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在职研究生表学博士 接下来 习近平在十六大闭幕后期被宣布 为浙江省委书记时的官方公布简历 以及他日后又在十七大召开的当年 被宣布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官方公布简历中 与之前一样 都如实介绍了他曾经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十七大召开之后 官方公布的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简历中 对习近平的介绍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 法学博士 与此前相比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 大学普通班毕业一句 被悄悄抹去了 而在实习大上 与习近平同时进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 李克强的简历中 学历部分 与一年多前 他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时 由新华社公布的简历内容 没有区别 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在职研究生毕业 法学学士 经济学博士 从那以后 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 开始引起外界的强烈好奇 而中国民间 也一直对习近平的 博士学历议论不断 用英国星期日 太古时报记者的话说 习近平是在担任 福建省省长期间 靠不脱散学习 拿到清华大学的 法学博士学位的因此 自从他还是国家 副主席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质疑 他的学位及论文的真实性 2009年3月 也就是习近平 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 一年多之后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 纪宝成就直言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 不在高校 而是在官场 而这位纪宝成 当时的这番话 是在习近平担任过 省委书记的浙江杭州讲出的 当地的地方官媒 前讲晚报 斗胆报道了 纪宝成的原话 按照惯常的逻辑 无论哪个国家 最大博士群 都应该在学术领域 要么在高校 要么在科研单位 俨然其造成的不仅是 人力资源上的浪费 那么简单 该浙江省的地方报纸 记者评论说 毫无疑问 最大博士群在官场 是一种价值错位 这其中既包含了 学术界 谦媚于行政权力的无奈 同时又包含了 学术之声 远不如行政职位的尴尬 越是进一步思考 纪宝成的这番话 那么其中的含义 还应该包括 在时下的官场之中 有相当数量的官员 通过权力的通知 花钱买来一纸博士文凭 以装点门面 不劳而获 有名无实 这或许才是 纪宝成最为担忧之处 当时有一位 推荐我们关注 这篇报道文章的 时任某情报记者透露说 上面已经有指示 不让各媒体 转载这篇文章 记得当时 也已经退居二线的 前北京市长 王岐山的 一旦挑孟学龙 在接受 北京青年报的专访时 一被问到 对官员实行 在职读博士的问题 一向严行谨慎的孟学龙 却发出怒吼 有些人读什么博士 图虚名招识货 稍后又意犹微信的说 真想建议中组部 把这些博士招来 好一下 最近揭露的 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 说到这里 孟学龙可能感觉到了 自己已经涉嫌犯上 赶紧又补充了一句 我是抗击那些 不学无数的 注水的博士 2012年11月13日 也就是 习近平正式在18届 一中全会上 被宣布为党总书记的前一天 中国大陆最知名的 学术打假专业户 方舟子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他习近平的学位论文 肯定含金量不大 他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当时是个普遍现象 当高官的 都要自己去弄一个博士学位 他拿这个博士学位 还是当时在当省委书记时拿的 我并没有说他真的自己做论文 也许秘书会 反正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这种事情 责任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在学校 像清华 为了让外面的高官 变成自己的校友 然后就相当于赠送一个博士学位 你也不能说 这个博士学位是假的 这是清华大学真正给的 也不是路上买来的 这个责任主要是 学校没有站稳脚跟 没有做到学术独立 关于方舟子其人 无论中国大陆境内 还是外部世界 对他都是保贬参半 但无论如何他仍在中国大陆境内 居然敢于说出如上评论 确实难能可贵 而如上这些质疑习近平博士学历的境内外议论 当时的李克强应该也是有所耳闻 是否是有针对性 我们不敢妄断 但是李克强在18届一中全会 也就是习近平被宣布接地胡锦涛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的一中全会之后被公布的简历中 被自己学历的内容做了改动 我们前面介绍的2007年10月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进入17届政治局常委会之后 官方公布的习近平简历与此前重大的两处不同 就是增加了他三年现役军人资历那一句和删去大学普通班毕业一句 而同时公布的李克强简历与此前的2016年初 李克强接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官方公布的简历内容没有不同 简历第一段中关于学历的介绍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在此基础上 18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 官方公布的李克强简历中的学历介绍内容被修订为 北京大学法力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 简历的内文中则强调了 他的在职研究生的求学经历是先取得了经济学硕士 而后又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修订后与修订前的区别在于清楚的告诉外界 他李克强的求学经历 不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还有此前的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更重要的是 他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历是正规学历 所以才要特别强调他经济学博士之前的 法学学士学习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 文革中的工农民学院日后被中共当局给以大学普通班毕业的名分 就是为了区别于1978年春季之后才入学的七七级及其后的历届通过高考择优录取的 毕业后即获得学士学位的正规大学的本科毕业生 那么李克强在习近平正式登基的中共十八大之后 在自己的简历中刻意突出过去被忽略的自己的正规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学位 似乎是在暗示自己这个曾经的在职研究生 和习近平曾经的在职研究生的重要区别之一 就是基础学历的真和假 再者虽然同样是在职读研 李克强在自己新修订的简历内容中也可以强调了 自己不但在职攻读的时段比他习近平长两年 更重要的区别是李克强是先取得了硕士学位 而后又在硕士学位的基础上继续攻读再获取博士学位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对外公布的新修订的简历内容 给人以学历完整的印象 决定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成为中共中央政权的党政一把手之后 外界在质疑习近平学历之伪的同时 极少有人对李克强的在职研究生学历做真伪之变 英国的一家报纸声称从香港得到了一份习近平博士论文的不引荐 该帮记者在报道中称 习近平长达161页的论文从没有发表过 二是传闻已久请别人代表一事并背空穴来风 同一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对有关他学历的争议从未公开表过态 选择沉默 接下来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便以PDF格式出现在互联网上 然后就引发出了当时的中国大陆许多官民媒体都争相转菜的 驻水博士官员半暖成灾试图需要致官员趋之若误一文 文章尖锐抨击道官员热衷读博士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媒体盘点发现18大之后被查的官员中约五分之一是博士 这更引发了公众对官员独博热的在思考 该官媒揭露文章分析说 驻水官博缘何半暖成灾 一是试图有需要 当前不少地方将干部知识化和干部高学历画上等号 官员的学历越高越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 导致不少有理想的投机分子对博士光环趋之若鹜纷纷镀金 近年来许多地方提高了官员选拔标准 特别是学历标准 大量的在职官员千方百计去考一个高学历投闲 在此情况下官员学历注水也自然水涨船高 一些干部本科学历都没有 却能才花横溢拿到博士学位 不少官员本职工作干不好 却能忙里投闲攻读在职文凭 当时官方的新华社也大胆参与了这场对中共官场上的 以习近平最为典型的论文博士的舆论围剿 发表了论文博士是为何人量身定做的评论员文章 揭露所谓的论文博士的特殊培养制度 根本就是为官员量身定做 其实准确的说是为在职人员量身定做的 当然既不能因为读书丢了官职 又要博取文凭 愚和雄长兼得 这个论文博士也很对一些官员的胃口 尤其是不需要跟全日制博士生入学同考 与其他考生一条起跑线上的同考 让人担心的是 恰恰是这种文凭颇有水分 文凭当然不会是从办证那里买来的 但是考试的虚假模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如此的所谓真文凭和买来的假文凭 其实是一路的祸色 如上当时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表的文章内容 让人读起来感觉就是句句都是在讽刺法学博士习近平 更有甚者2014年3月的人民网上 居然也斗胆刊登书标记为 梦学农批官人博士说给谁听的评论文章 直言如果干部真的需要学知识 那么无需获得名不不实的博士学位就可以实现 比如各种各样的自学 请教授进行单独授课或者集体学习 强烈建议有关部门 早日解决严重扰乱博士教育的官员博士现象 与此同时 官方的中心网等却适时刊登了 李克强与妻女常用英语交流 其博士论文经得其考验一文 文中介绍说 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籍期间 李克强又先后攻读了北大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按照规定 博士论文答辩 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支撑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 但是李克强的导师 李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界的大家 李以宁告诉李克强 这些人所看中的只是论文本身的笨梁 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 这样做对你有益 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 经得起各种检验 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 以李克强的博士导师 著名经济学者 李以宁之口 特别强调李克强博士论文经得起考验的之后 也介绍了习近平当年的 法学博士论文导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不择人 刘美勋对习近平的赞美 说是习近平在与他讨论论文时 就会让随时在策的习近平秘书先离开一下 这似乎是让这位年与古稀的刘教授 感受到了莫大的尊重 怎么说人家习近平当时的身份 已经是一省之长了 刘美勋教授还特别郑重指出 他当时是给在福建的习近平 寄录音带让他自学的 如此因应外泄对于习近平 如何在福建当省党期间 拿到北京的清华大学的 法学博士学位的质疑 不知道是否为官方指使 但效果真的是习近平痛恨的高级黑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一华东南海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 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播讲的文章 李克强修订简历 暗含对习近平学历的不屑 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 习近平2012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又在次年三月的全国人代会上 接替了曾庆红的国家部主席职务之后 中国境内的官方媒体里 曾经掀起过一场对中共官场上的 以习近平最为典型的论文博士的舆论围剿 除了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引述过的 至少还有一篇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吐槽更狠 说是现在的官员们一窝崩的攻读博士 过去的以权谋私只是在金钱职位和美色上 现在又扩展为以权谋学位 不仅要全财色应有尽有 更要用高学历的知识标志来包装 这样才算真正的功德圆满 至于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 则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列 反正腐败已经深入和普及到所有领域 高校和学术界有什么理由保持新高 该文揭露说 官员们读学位拿博士文凭 绝不会十年寒窗苦 而且是轻松加愉快 只要报上名 被学校列入博士生名单就算大功告成 他们既不用参加统一的正式考试 也不用按时上课和埋头于学术 更不用为毕业论文发愁 党和国家的大事都忙不过来 哪有时间准备考试上课读书写论文 毕业的时候 想找个操刀手简直太容易了 有太多的保学知识愿意效劳 做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至于学术尊严和学者良知 怎么能够比得上权力好用 当时人民网也加以转载的一篇标题为 图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老师们的吹捧文章中 关于习近平的描述内容是 时任不见省委部书记 外出均有秘书陪同的习近平 每次到北京跟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刘美军讨论论文 都会请秘书离开 该文中还详细介绍说 习近平就读的这种在职博士 与普通博士略有不同 一是入学不需要参加全国考试 二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听课 学校会对美门课程进行教学录音 然后寄送给学生 讽刺的是 正是在如上吹捧文章发表之前 新华社刚刚发表过标题为 论文博士是为何人量身定做的评论员文章 揭露所谓的论文博士的特殊培养制度 根本就是为官员量身定做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的一句 在如上当时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表的文章内容 让人读起来的感觉 就是句句都是在讽刺法学博士习近平 被转载这篇文章的某网站读者反问一句 何以见得不是在讽刺李克强 同时也有另外一位读者说 一样都是论文博士 拿李克强比习近平是五十步笑百步 这位读者的评论让我们想起了几年前 曾经读到的一则网评 大意是说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至少篇幅足够 不像李克强 就凭一篇十七夜长的文章 就能够拿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其实 网上传播的那份李克强公开发表过的论文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确实是只有十七夜的篇幅 但只是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1991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虽然日后获得了 1996年度的第七届孙岩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但在发表的当时 连李克强的硕士论文也不是 李克强当时的经济学硕士论文的题目是 《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 论文指导教授是已经去世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另外一位教授 肖卓基先生 而李克强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主标题是 《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 目标题是 《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 李克强的学科专业为政治经济学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学位授予单位为北京大学 他的学位授予日期 1994年论文业马总数183页 广藏号为BSLW1998F406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 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之后 必须提交一份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收藏整理 一位详细介绍如上内容的中国境内作者奇怪 在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 查不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这不符合惯例 所以使怀疑他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 或者根本没有提交博士论文 当然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确实还是有的 虽然不知什么原因位在国家图书馆的 学位论文收藏中心被收藏 但是几年前还是可以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被找到的 大概是2009年年中的事情 署名是新经贸首席记者关信峰的文章中介绍说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位论文阅览史 可以查阅到一篇13年前的博士论文 中国农村市长化研究 全文共169页 淡黄色崩皮上的内容是 申请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论文培养单位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 习近平2001年12月指导教师为刘美勋 不过也就是因为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后 中国境内的官方媒体上都曾围剿过 官员独博犯难成灾的现象 有好事者想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一探究竟 却已经无功而反了 为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建议 公开中国大陆上所有博士论文以变真伪 立刻被外界认为这是剑指习近平 当时被在中国境内广为转发的一则微博中 这位杨帆教授说 现在60岁左右的博士们 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 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 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 杨帆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要承担取消假实位的责任 法院也应该受理这样的诉讼 要允许公众去自由查阅所有的博士论文 依靠群众进行检举 这些二三十年前的博士们 许多人早已身居高位 捞足了利益 杨教授指出 不懂存量就不能禁绝增量 不公平的事情 在历史人心里总是站不住脚的 杨帆呼吁说 所有的论文都是公共产品 是获得个人升迁的重要条件 绝对不可以有造假 所有博士论文必须在教育报 知网等网站公布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应公开所有博士论文 允许公开查询 布置不得为他们保密 保密就说明有鬼 杨帆此言一出 北京知名学者荣建立刻发表评论说 中共现有两个不敢公开 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 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 可以断言 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 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 那个代笔的十有八九是抄别人的 或抄自己的 因此只要审查博士论文 肯定露馅 杨帆建议审查 四十年来所有博士论文 打死他们也不敢实行 官员博士论文 已经成了国家机密 我们在北京的一位朋友 说他为此专门去了一趟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学位论文收藏中心 发现李克强的博士论文 也查不到了 至于李克强的那篇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因为是1991年公开发表的文章 网上自然还能查到全文 而且我们也发现 最早把这篇文章说成是 李克强博士论文的 竟然是党的高级非番手 胡锡进 2013年5月 胡锡进的《环球时报》 刊登了一篇翻译文章 标题是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方向》 其内容中把李克强的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说成是他的博士论文 并且用此文与习近平的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做对比 从那以后 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都是以俄传俄 越传越错 我们第一次在这个专栏里 介绍习近平自2007年10月 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 就把自己此前简历中 大学普通班毕业的表达删除 是2012年10月 中共十八大开过的当年年底 当时我们注意到 满朝文武尽是在职博士 和在职硕士的情况下 新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居然是出女而不染 众人结罪我独醒 坚持在自己的简历中 介绍自己只是大学普通班学历 与在简历中刻意隐屈自己 大学普通班毕业 以突出自居法学博士学历的 习近平相比 当时的笔者认为 王岐山多了一份坦诚 习近平则少了一份自信 但是也有中国内地的读者 认为我们这篇文章里 忽略了王岐山简历中突出的 高级经济师之声的介绍内容 这位读者认为 无论李克强的经济学 硕士和博士学位有没有水分 无论他的博士和硕士论文 含金量是多是少 他在担任国务院 部总理职务之前的工作 和任职单位履历是没有资格申请 从而获取高级经济师职称的 我们为此特别上网查队了中国内地的高级经济师职称的考试申请资格 其中学历和资历的要求是 一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取得经济师或相关职业资格满两年 从事经济工作两年以上 二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取得经济师或相关职业资格满四年 从事经济工作五年以上 三大学本科毕业 取得经济师或相关职业资格满五年 从事经济工作九年以上 那么即使王岐山的大学普通班毕业不被认可 相当于1978年初以后陆续入学的大学本科毕业 也还有如下规定为他放行 那就是四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 必须通过考试取得经济师资格或者相关职业资格满五年 其中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经济工作十一年以上 中专毕业必须从事经济工作十五年以上 如此说来 习近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1997年出任广东省委常委之前的至少十五年的工作经历 全部都是在直接的经济理论和金融主管部门资历之身弥补了学历不足 而相比于王岐山 基础学历连大学普通班都还不如的 现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的高级经济师指称 就要被打成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954年4月生人的韩正在简历中介绍自己是 华东师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但是他简历中按年代排序的内容 对他1975年也就是21岁之前的生平内容完全没有介绍 从1975年之后 他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和供销社的办事员干起 一步步爬升至工厂团总之副书记 再到工厂团与负责人和上海市化工局的团委书记 期间参加了为期两年的不担大学大专班的不拓展学习 并凭此学历成了一个中等专科学校的党委副书记 而后又在华东师班大学开办的夜大学里边 完成了两年的不拓展学历 成为中共上海团市委的负责人 日后在担任上海团市委书记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和区长期间 又是靠所谓的在职学习拿到了华东师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先不说韩正在一生中连半天的正规校园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 经济学硕士的学历水分如何 即使他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是货真价值 那么他获死学位之后的经历一直都是上海市委的党务和政务工作 就把他在担任上海市政府负密市长期间兼任的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和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内容算成是从事经济工作 满打满算也还不足两年 所以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韩正把他自己担任上海市长的工作经历 也都算成了从事经济工作 不然就满足不了报考高级经济师的资历要求 后续的分析内容 我们留待下面文章继续向听众们介绍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周一3月15号引述不知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北京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其旗下所投资持有之庞大的媒体资产 包括其遍及中外纸媒广电和社交平台等诸多媒体的投资 例如报导表示阿里巴巴拥有内地媒体第一财经36克和商业评论等支持股 而先前还赐支高达20亿美金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 在社交影音平台方面 阿里巴巴据传持有新浪微博三成的持股 并全资掌控影音串流平台优酷 也入股娱乐制作公司光线传媒华裔兄弟和文化中国等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国官方据传对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体资产规模之大感到震惊 而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这一长串的传媒投资 因为官方相当忌惮 阿里巴巴庞大的传媒影响力 会对中国的大内宣和大外宣工作持续带来挑战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周五三月十二号 以正式对腾讯百度等刷家涉及垄断收购的中国网络公司 寄出总计六百万人民币 相当于92.3万美金的行政罚金 消息一出腾讯股价接连两日重挫 市场也开始议论纷纷 中国这一波反垄断的打击力道将有多强 而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 作为众矢之地的电商龙头企业 未来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反垄断财罚 在此之前 华尔街日报上周四三月十一号 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开出创纪录的天价罚单 金额可能超过美商高通公司 于2015年之垄断行径所付出的约9.75亿美元的罚还 而且官方要求阿里巴巴要完全终止 强迫商家二选一独家合作的不公平竞争手法 不过该报道也引述熟悉北京高层私入的官员表示 只要阿里巴巴未来和其发言轻率的创办人 马林划清界限 并更紧密的听从中共的指示 官方对阿里巴巴的处置和整顿计划 有可能出现转环 却想更温和 因为中国也不想打击中国消费者普遍使用的平台 或广受国际投资人关注的公司 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产业观察人士看法各异 一位北京顾问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籍观察人士表示 最符合北京政权之利益的做法是寻化这些科技巨头 而非一棒打死或分拆他们 不过一位中国的经济学者者认为 中国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间的博弈 可能还在拉锯中 最终如何演变还有待观察 这位在北京的外籍顾问分析了 中共近期收紧平台经济监管背后的政治思维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全球反垄断浪潮给了中共弹药 来扮演负责任的强权国家角色 以驯服境内的科技巨头 使其未来不再野蛮成长 抢食国企的市场份额 他说北京还打算让各大型科技公司 与其昔日所挑战的国际 并肩成为国家队的成员 其所为北京政权的利益服务 扮演支撑国内经济的引擎之一 该外籍顾问表示 北京正在筹谋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和市场间的关系 在此锁链关系下 科技公司要为国家效命 并长期投资核心研发领域 例如人工智能 以支撑产业和实体经济 因此他说北京的重点在培育出一群大型但服从的科技公司 而被祭出死刑般的罚还或分拆命令 在此前提下这些民意科技公司未来很可能将无法在高举私人股东权益来进行免瞒扩张或挑战中国国企的市场 该外籍顾问说面对官方的强力监管 中国科技公司无力抵抗 尤其相较于其他大型的跨国网络企业 中国公司的营收过度集中来自国内市场和中国用户 因此避免踩到官方的底线 以免遭到官方打压 对私人股东权益来说也是比较好的做法 因为中国监管机构的底线 往往比欧美国家监管机构所设下的底线更令人难以捉摸 不过他也预估中国科技巨头仍将持续在市场上具有主导力 虽然其未来几年的扩张将走缓 尤其是在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领域 因为中国的监管单位将为小型的新进公司 国企和中小企业打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反垄断法的法规增修进度方面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于2月7号公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其中明确定义最新的垄断指标和相关规范 以及四项基本的执法原则 包括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依法科学高效监管 提发创新创造活力 以及维护各方合法的利益 除此之外 中国自2008年8月以来所施行的反垄断法 也已于今年1月底完成增修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阶段 目前各界普遍预期 反垄断法可望于今年完成增修 届时人大通过并公告施行后 新版的反垄断法将作为各级执法单位 依法查办违规事项的最新法源依据 根据新法草案 在罚缓可能提高至达公司年度营收10%的严惩下 中国官方将一改过去对新经济较包容的监管态度 进入从严管理的时代 以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并加强对数字金融和税收的管理 对此分析人士接预期 此一监管环境的紧缩 将为中国的科技巨头 包括阿里巴巴和京东等旗下的电商网站 或是支付宝为信支付电子金融业等科技业 带来不小的冲击 真的中国官方未来可能对各科技巨头祭出的反垄断罚则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经济学者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间的博弈还在拉锯中 最后谁的势力胜出 还得看这博弈未来如何演变下去 他说北京的立场现在看来也不是铁板一块 因为这也牵涉到科技巨头背后股东 所代表的政经势力间角力的结果 以阿里巴巴为例 他说一部分主张反垄断来打击阿里 另外一部分还眼巴巴的要看着阿里能够上市 让他们赶紧将投资兑现 所以马云和阿里巴巴成为一个符号更为复杂 他说一部分人要打击他的 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来说话 而支持阿里希望赶紧上市电线的那一帮人 他说则都是准备割韭菜的一帮人 这位经济学者说 如部分产业观察人士所分析的 可能也有一帮人希望留着阿里巴巴 因此找方设法应是力道 使其为中国经济包括农村经济提供服务 因此他们会积极游说不要一棒打死阿里巴巴 不过该学者质疑 如果阿里巴巴垄断市场的强势地位不被打破 在一个缺乏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下 就算北京政权引导阿里巴巴为国效命 为农业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他说天底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 农民富得起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阿里巴巴 所提供的服务价格吗 不会被压榨吗 他说阿里巴巴背后的利益结构复杂 虽是民营但也有国企股东 而且两派皆可能是中共权贵 也可能具有官方色彩 差别只在于哪一派能从中获得利益 或受益的多寡程度 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益结构 很可能就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到底是哪一派胜出 到底最后会不会被分拆 到底会不会反而打击到国企股东 他说这背后的利害算计错综复杂 而且纠结不清 步步都可能有变数 据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 2020财年年报 截至2019年底 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仍然是日本卵银 持股占比为24.9% 至于原第二大股东 也就是雅虎的全身 其持股目前都已经全数出清 至于仍是公司决策核心的 创办人马云和副主席蔡从信 则分别持有4.8%和1.6%的股权 从阿里巴巴最新年报所揭露的大股东看来都属于民间投资人 不具官方色彩 不过据诸多媒体报道 早在2012年阿里巴巴回购第二大股东雅虎持股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主权基金中投公司 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所创立的博育资本 以及中信资本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 都曾出资帮马云赶走雅虎 当时回购的雅虎进办持股 被形容为神秘国家对入股 之后随着阿里巴巴上市后股价的走涨 这些马云密友和中共权贵的投资回报也相当丰厚 目前这些官方机构和太子党还持有多少阿里巴巴 或马云事业帝国旗下其他公司的持股 未见公开资讯揭露 也难以亏全貌 不过据华尔街日报2月中旬的另一份调查显示 自阿里巴巴独立出去的蚂蚁集团 其上市案之所以被叫停 关键原因疑似为中国政府在调查 蚂蚁不透明的股权结构时发现 蚂蚁背后秘密的投资者 还是包括许多马云的密友 如江志成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明的女婿 李博潭等太子党成员 华尔街日报报道 江志成所主导的私募股权公司为博裕资本 而由江系上海邦 李博潭所控制的投资机构 这位北京昭德投资集团都是蚂蚁的大股东 这充分显现出蚂蚁和这些中共权贵 或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密切的长期关系 不过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 马云成业权贵 他们表示马云透过世约反图 和分送阿里或蚂蚁等股权所建立的政商关系 虽然绵密 但现在却似乎成了习近平及其核心决策 蚂蚁人士的眼中钉和潜在政敌 对其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和挑战 无不高度忌惮 而且急于斩断这些政敌权贵的经脉 蚂蚁上市案受挫之后 据阿里巴巴旗下的传媒36克周六3月13号报道 蚂蚁首席执行长胡晓明已经辞聚CEO一职 离职原因不明 但据他个人的信函表示 他未来将转任并负责蚂蚁集团的社会公益项目 胡晓明离任后 蚂蚁集团董事长景贤栋将兼任执行长 针对中国的反垄断监管 资深创投人士 线为蓝韬亚洲公司总裁的黄其元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和美国等全世界所有国家一样 中国的监管单位担心的是 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 让科技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 所拥有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而且他们持续扩张的结果 恐变成无法控管的怪兽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 必须及时介入 并整顿其所衍生的不公平竞争 或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 不过黄其元也同意 中国的监管却是带有额外的政治考量 以蚂蚁上市案为例 如果蚂蚁成功募集到350亿美元 再加上其用户数高达8至10亿人 这样的规模和权力可能会超越中国政府 他说中国政府可能担心 当民间的力量过于庞大时 会和政府产生抗衡 所以中共的额外考量是 不要让民间力量可以大到超越政府 或有能力与政府抗衡 尽管如此 黄其元认为 中共应该不会把大型科技公司收归国有 或将其纳入以国企为主的国家队行列 因为这样会扼杀到民营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 他说 中国大陆即使包括习近平在内 也不会走回去过去国有企业的模式 因为这个是很笨 因为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 中国大陆最好的这些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它是需要能够监管 但是并不是要把它国有化 因为到国有化以后 就会去整个的企业化的精神 这种entrepreneurial 创新的这种精神 所以创新的精神跟企业的管理 都会因为国有的制度而失去掉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个是摧毁一个企业的真正的核心价值 黄奇远表示 国际人才包括中国的海归派 很少会愿意进入中国国际工作 因为其管理模式太过僵固 也太重视与中央政策的配合 缺乏民营企业的创新和灵活度 以及与世界趋势接管的动力 因此他认为 中国虽然加强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 但前提还是在鼓励创新 因此不会回到公营国营的老路来摧毁创新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郑建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不便揣测中国强化科技监管背后的政治效益 和可能有的闭门运作 但他认为 中国的监管方向和反垄断法治修订 看来都符合国际趋势 都是在解决大型公司所行锁的不公平竞争 例如二选一这种强迫性的独家合作 郑建函说 企业规模大不是问题 只要不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基本上科技巨头规模都很大 他们也会继续找到新的方法 来滥用自己的市场地位 反垄断法和执法人员只能在后面不断追赶 郑建函认为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原额编制虽然小 但只要中央政府决心要查办 监管的力道不会打折扣 蚂蚁上市案极为盈利 他说过去几个月来 大型科技公司应该已经感受到 中国政府打击垄断的决心 而且也都省慎因应 并密切关注反垄断法的修法进度 他还说各国政府强化垄断监管 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扼杀创新 但他说对于那种以创新手法剥削消费者 滥用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资料 或者扭曲市场秩序的公司 实在称不上是值得鼓励的创新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二一届日报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 中方早于今年初审视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体名单后 对其媒体资产之庞大感到惊讶 担心他会会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力 对官方宣传系统构成巨大挑战 目前不清楚阿里巴巴是否需要卖掉所有传媒资产 不过报道说阿里巴巴所有的计划都需要经过中共高层批准 由中国富商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早期电子商务起家 目前已经拥有大量媒体资产 记者翻查资料 发现阿里巴巴媒体产业 覆盖平面媒体 社交媒体 广告 电影等业务 其中阿里巴巴持有新浪微博 Bilibili等 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平台 也只有中国媒体第一财经 苦秀网和商业评论等 并在2017年收购香港老牌英文报章 南华早报 另外 阿里巴巴也有和官方媒体 比如新华社等建立合资和合作关系 阿里巴巴拒绝旧事件做出评论 只表示自己是媒体资产的被动投资者 早前华尔街日报爆出 中国长时间调查 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股存结构 发现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中共政治局常委 夏庆宁的女婿 李伯潭等何二代 都是蚂蚁幕后秘密投资者 外界揣测 这次中方举动 是否意味着中共不再相信 马云这类红色资本家 要全面掌握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呢 金融学者司令就表示 中方不再相信 有着红色资本背景的马云 希望能够有党全面掌握舆论控制权 更加顺手更加放心一点 因为他要避免一个再次出现一个 就是南方周末的这个事件 司令继续说 自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后 他感觉到 报章早已经出现自我审查 但是认为目前南华早报尚未信当 仍被认为是香港媒体的一部分 对于南华早报的未来 他认为中央要媒体信息 已是必然的趋势 可以从报章和中国的互动 看出信当还是信息 也就是说 信当的话呢 主要是要回归到呢 就是那么 南华早报在以后的这个重大的文章上 要首先报道 中央的驻港联络办的宣传组 比如发工室里面的宣传组 然后呢 信息了之后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就直接的由中共的这个官员 或者中国政府啊 中共中央宣传部啊 他们的 或者是呢 由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 派出指导人员 直接进入南华早报的报社里边去 承认南方周末记者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方可诚就认为 南华早报和南方周末的性质不同 难以类比 因为南方周末 本来是体制内的媒体 但南华早报 不管是以前 现在 还是短期内 依旧是商业媒体 不认为南华早报 会在短期内变成中国热报 他认为整体香港新闻自由的环境 已经日渐收窄 南华早报未来去向如何 将取决于谁来接手 需要看接下来是谁 如果要出售的话 是谁来接手 然后以及去看更多的是说 他会用怎样的 这种商业上控制的方式 比如说这种 引入这种 更多国家背景的 这种国资背景的股东 比如是说通过大广告商 这内容的影响的方式 我们其实这个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会是一个 需要很长时间去观察的 这样一个事情 它不是会马上发生改变的事情 香港老牌英文报章 南华早报 2005年被马云收购后 外界关注 南华早报的编载 会否受到影响 在2017年 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 题为 半岛控股公司的新加坡投资者 如何与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扯上关系 报道指出 新加坡投资人蔡华波 六月底大规模收购 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股份 并与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的女儿 栗潜欣 用同一个登记地址 而是两人是夫妇的关系 并在文中指出 这种争持股票方式 通常是中共太子党 或者有关系的中国大陆民众 在香港开始经商的惯用手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赵瑞瑶 香港报道 枪杆子与笔杆子 是中共起家的两大法宝 说什么都不能放掉 在对香港媒体环境的控制上 更是如此 北京从过去的润物细无声 到现在的大风雨中作 曾在香港商报担任助理总编辑的 龙振阳就告诉本台 分水岭 在中南海的人事变换 华尔街日报报道 北京施压阿里巴巴集团出售 包括南华早报在内旗下媒体资产 报道认为 这显示中国官方对这一家科技龙头 在中国舆论的影响力更加替弹 而曾在香港媒体 包括明报 香港经济日报 与星岛日报任职多年的资深媒体人王健 则一语道破了关键所在 就你反正一点是什么 反正一点就是政府已经不怕马云当自己来了 我让你卖掉你就卖掉 说明你已经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人 那就是我的敌人 我的敌人呢 我就要想办法对付你 事实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在2015年以港币20.6亿元收购南华早报 就已经引发了外界关切 北京会借由香港这个老牌媒体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之一 王健泽说南华早报过去在香港人心目中是有崇高地位的大报 但在大马商人郭鹤年家族1990年代入主南华早报 尤其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 郭鹤年为了在中国的家族生意 多次干预南华早报编辑和运营的传闻就不断 中国试图掌控甚至发挥对香港舆论的影响力 手段非常多元 2012年香港媒体在中国维权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后多大篇幅报道 而南华早报仅刊登简讯 南华早报的外籍编辑普莱斯后来公开与时任总编辑王向伟的简讯往来 质疑南华早报自我审查 和王向伟同期跑新闻的王健就质疑 他是哪里来的谁不知道吗 真的是 王向伟有何的何能 他有什么能力做总编辑 他去当总编辑 你觉得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 是他业务能力强门 当然不是 王向伟曾是吉林省政协委员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网上资料显示 他曾是中国官方对外喉舌英文报刊中国日报的记者 而马云入主后 2017年南华早报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女儿栗潜心 在香港经商住豪宅 随后又删除网上文章 并称因有数个无法验证的暗示性内容 不服出版编辑标准被质疑是自我审查 现在马云也成了北京严格审查的对象 连带让这一份百年报刊的命运 也在香港恶化的言论环境中风雨飘摇 龙振阳就说 澳大利亚华裔谢短泰1903年创立南清早报 是南华早报的前身 虽然外界认为创办人之一的谢短泰是透过办报支援革命党人 以英文向国际社会宣扬当时的中国革命工作 但谢短泰在中华民国成立后 以英文撰写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一书 对孙中山的批评不留情念 南华早报从创办人支持革命 但批评革命领导人的办报精神起家 主权转移后的郭鹤年家族到近来的马云入主 在中国国内被封锁的南华早报 在香港的命运已经跟马云绑在一起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自3月15日版 也就是中国时间周二上午开始 美国之音记者所在的一个Signal群组里的几位中国大陆人士发出信息说 国内已经无法使用Signal通讯软件 需要用虚拟私人网络VPN软件翻墙才能发出信息 不过速度较慢 而且不能使用电话功能 随后 其他媒体报道也相继证实 Signal像其他一些海外社媒软件和网站一样 在中国大陆遭封杀 中国民主人士陈云飞 周二晚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周二一早打开手机 发现Signal上没有任何消息 发条信息也发不出去 随后他试着翻墙才上去 他表示Signal被封 确实给朋友之间的传播真相带来很多不便 陈云飞说 台湾就是害怕真相的传播 这是自欺欺人的 而且他这种也是愚蠢的 就好像一个人被了个龙疮 如果把布尔铲开的话 如果那个沙铲把他蒙倒 他越烂越坏 如果把他铲开的话 那么他都好得更快 就是缺乏自信嘛 就是缺乏自信 就像愚昧嘛 愚昧老为信嘛 其实他是自己害自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3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及Signal遭中国禁用之事 他回应称不了解有关情况 应向主管部门了解 他还称 作为原则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 同时中国政府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 今年3月8日 荣获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的人权律师王宇表示 Signal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不令人奇怪 在中国的体制下 许多自由都会随时被剥夺 对此 他们早有心理准备 因此并不觉得突然 他说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这个可能迟早的问题 所以也不是觉得特别突然 那没有办法 在这个环境下 迟早的就是这个通信自由啊 或者是反正在这种理智下 你各种自由随时都会被限制的 你就别说是这种通信自由 就是很多自由都是随时都会限制的 我们也提希望于科技工作者 能够开发出更好的一些软件 但是我能够让大家都自由地使用吧 2014年推出的Signal 从事中国境内无需VPN翻墙 就可以使用的即时通信软件 功能类似电报 Telegram WhatsApp Line 微信 WeChat 收送信息 可包含图像及视频 可以做一对一及群组语音通话 但Signal加密性 隐私度好 预设了端对端加密 及信息自动销毁功能 信息在设定时间内自动消失 因此广为传媒 社运人士 以及一般民众使用 据市场调查机构 Sensor Tower的数据 Signal 在全球已有超过一亿次的下载量 而中国则拥有近51万次的下载量 另据TechCrunch 援引审查监查网站 Greatfire.org的数据 Signal被封后 目前仍可在中国苹果App Store上下载 但在安卓的商店已经无法使用 美国网媒光传媒的创办人 前青海省政协委员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 Signal被封表明 中国当局不惜一切手段 封堵任何可以让中国民众 接触到真相的信息渠道 他说 现在中共当局对这个议论的这种控制 越来越很好 就是所有的封道 所有的管道 他都想控制下来 国内的一些能够翻墙上推特的人 他们都就是用各种手段 让他们不要发声 Signal被封啊 也不吃惊 在中国大陆 他会重建所有的手段 使数字高墙累积起来 或切断中国普通老百姓 跟外界的联系 因为只有切断了这种联系 那他们统治才能巩固下来 否则呢 就是老百姓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 那他就没有办法维持统治 安娜还表示 Signal被封再次提醒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政府 应协助民间公司 推翻中国封堵真实信息流通的 长城防火墙的重要性 他说 Signal被封呢 提醒我们 应该重视 对中国的这种数字交流的 这个技术手段 希望美国政府呢 能够决定 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数字 长城的推翻 使中国人民能够知道真实的世界 知道真实的中国的现状 有分析表示 中国当局有时会解封某个背景平台 微软公司旗下的搜索引擎 Bing曾被封锁 但后又被解封使用 Signal以往也曾在中国遭过屏蔽 不过之后重新恢复了服务 不知这次是否是永远封锁Signal 今年1月7日 Facebook更新了 WhatsApp的隐私条款 规定除欧盟外 从2月8日开始与Facebook共享 包括但不限IP地址 手机号等用户数据 这导致Signal的下载量 在一些国家急剧上升 此外 由于斯特拉创始人 马斯克 曾在推特上推荐过Signal 也促成这款信息应用程序的需求量大增 不过Signal与Telegram在中国的270万 和WhatsApp的950万的下载相比 还是相差甚远 中国拥有全球最严密和广泛的互联网监视系统 可屏蔽清除任何被视为敏感的内容 包括政治批评等 当局为了维稳要求网络公司内部设立审查 构成信息上游的网络审查 再加上数以万计的网警时刻监视 基本上水泄不通 绝大多数海外搜索引擎 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 因不愿和不能遵守中国这些规定而被禁 像Google、谷歌、脸书、Facebook、Twitter、Twitter等等 中国网民只能通过翻墙工具VPN才可在中国使用 上个月中共官方最新屏蔽了手机应用程序Clubhouse在中国的服务 这款软件此前因提供音频交流平台 而在中国短暂繁荣过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华正本报道 中国大陆用户本月15日广泛反馈说 加密聊天软件Signal已无法正常使用 舆论普遍认为Signal在大陆疑似被屏蔽 是中国政府加强对互联网言论严密控制的右翼举措 即电报和脸书公司旗下的WhatsApp等聊天软件被抢后 中国政府再次将手伸向了仅存的Signal Signal是一款端对端的聊天加密软件 包括Signal服务器在内的任何第三方都无法查看用户的聊天内容 凭着安全性和可靠性 Signal近些年积累了海量的大陆用户 一位因安全原因不应聚名的中国大陆律师告诉本台 自周一下午开始 Signal就已经无法正常访问了 后续也遭遇了登陆问题 该律师对Signal在大陆存活如此之久表示惊讶 他说 正是因为微信存在严苛的言论审查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行为 引发用户不满 Signal迅速成为人们可以安全聊天的平台 然而 Signal用户越来越多 引来中国政府的彻底封禁 他说 Signal被禁后能和其他维权律师及民主人士安全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少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援引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说 过去一年 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中Signal下载量稳居高位 经本台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Signal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仍可下载 但安卓系统已全面下架 该律师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审查的聊天软件纷纷被强势必然的趋势 他说中国政府无法迫使服务器位于海外的加密聊天软件母公司遵守中国严苛的互联网审查制度 因此中国政府必然通过加高防火墙来压缩自由言论空间 前六四学院领袖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所对Signal在大陆被抢并不意外 他提到热门社交媒体网站Clubhouse在上个月人气飙升后 因用户公开讨论政治敏感话题迅速被强 真正能够自由捧进的软件 如果真的可靠最终肯定是会被强的 这个根本它是这个防火墙的问题 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一种现代的奴役制度 就是精神上的奴役制度 把人的思想自由都禁锢 这当然是个独裁专系的政权 它害怕任何的真相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它就靠的是谎言和暴力 才不可能容忍人民自由地接受资讯 近些年中共当局一直广泛审查互联网言论 今年1月8日 中国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 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生效20年以来 中国互联网法规即将迎来全面改革 周峰所认为 国际社会不应倾向于接受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 及防火墙的建立 他说 中国网络防火墙不仅禁锢意识形态 也是商业贸易壁垒 其他国家应对中国网络防火墙和互联网审查制度予以抵制 仅防中共将防火墙合法化 然而中国已经在防火墙合法化的道路上全速前进 新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27条授权国家网信部门采取消除制止等处置措施 阻断传播来源于境外的消息 防火墙越加越高 根据美国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的年度网络自由报告 基于百分之评分 中国的网络自由度仅得十分 名列倒数第一 中国网络自由度甚至低于古巴 伊朗及叙利亚 自由亚热电台记者伊宾 华盛顿报道 近期中共宣布中国全面脱贫 达到全面小康的政治目标 习近平自夸 这个全面脱贫是千年级别的大成就 果真如此吗 先不说千年 且说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 脱贫小康这些词汇 在不同阶段 不同历史条件下 或有不同标准 却有相同意涵 早在1978年 分别担任四川省和安徽省第一把手的赵紫阳后 在这两省尝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焕发了两省农民的积极性 这两省农民迅速获得温饱 以至于有要吃粮找紫阳 要吃米找万里的美坛 四川和安徽的经验随后推广到全国 仅在两年内到1980年 就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民的吃饭问题 由饥饿到温饱 按当时的历史背景 那就是毛泽东饥饿时代之后的首次脱贫 也可称为当时的全面脱贫 在此基础上 后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又实现翻两番 又算是另一个阶段的脱贫 而在胡温时代 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 并首次取消农业税 更称了上当时条件下的全面脱贫 紧接着胡温上任的习近平 竟然贪天之功 把所有脱贫小康的功劳 全贪在他自己头上 宣称在他的任内 才实现了全面脱贫 全面小康 而一概抹杀他之前的所有前任 再说千年 在上千年或者数千年 王朝循环的中国历史上 几乎每个王朝 都有其大致忠心鼎盛时代 称为盛世 其基本特征都是民间封衣足使 国家太平安康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就包括周朝的陈康之治 汉朝的文锦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源之治 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 往小的说都是小康社会 往大的说则是民富国强 由弱而强 由胜而衰 这是历史上中国王朝的辛酸败王规律 继承了历朝一博的新专制王朝 共产党红朝 不过就是一个朝代的循环再现 重复辛酸败王的规律 当今红朝或正处于盛世 但因其专制政治的本质并无变革 其由胜而算的命运 必将不期而至 由此推知 眼下由习近平当局自行宣布的全面脱贫 全面小康 不仅是自说自话 而且绝不是所谓千年级别的大成就 况且要说千年级别的大成就 必经得起千年的检验 比如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宴 与公元前256、251年的战国时期新建 兼由灌改、防洪、供水、运输之用 立2300年而不倒 惠则天下至今 这才堪称千年级别的大成就 其功勋和历史定位 并非由当时组建这一水利工程的李斌父子定义 而由后世2300年的口碑铸就 习近平何德何能 居然自我定义、自我吹嘘 他任内推动的脱贫工作 此千年级别的大成就 且不说国际上是否认同 中国国内就不见得认同 而在中国国内且不说民间服不服 就说党内就很可能不服 政治高压下的表态也只是口服心不服 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网络不易节目主持人小安 2021年的北京两会刚刚结束 我们知道每年两会期间 不论是在网络舆论中还是现实环境中 中国政府都会加剧打压意义声音 许多中国网友这期间会翻墙来到海外网站 抒发对两会的感受 从2035远景规划 到爱国者治港 再到要修建高铁到台湾 这些话题在海外网络舆论中都引起热议 其中有哪些大陆网站上看不到的观点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就带您去详细看看 首先来看一下香港问题 两会一开始呢 3月4号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就表示 要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那爱国者治港这个说法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1月27号 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视频沿线时提出的 但是在3月5号呢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香港时 说的却是要继续全面准确贯测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次治的方针 为什么两人的口径 似乎不一致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问题 在海外网站上引起热议 一位叫强国老吴的推特网友 在发给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的推特账号中说 这种差别仅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区别 对于铁幕下的中共政权高层内部 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油管网自媒体视频节目 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靖远先生 在他的节目中表示 两会期间中国正式进入八评时间 李克强这一次与汪洋的不同调呢 他不太像是要公开与习近平唱反调的这种 妄议中央之举了 他反倒是更像是与汪洋配合唱的一出二人传 他的目的呢 是要为香港残存的这个民主选举 被彻底的摧毁 来起到一个减震器的这种作用 在海外网站上 许多网友都批评 中国现在强调的爱国者治港 是在抛弃一国两制的原则 一位叫Rigi2019的推特网友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变成了爱国者治港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 如此言而无信背信弃义 干脆摘一下遮羞布 在香港为直辖市好了 还以为叫Lucifer的推特网友 的看法是这样的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欺骗性更强 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相信了这些鬼话 习近平新时代的爱国者治港 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毫无顾忌的耍流氓了 就像五毛鼓吹的那样 如果中国政府直接宣布取消香港特区升级为香港市的话 地球人也阻止不了啊 那么到底什么人是有资格治港的爱国者呢 一位叫金明的推特网友表示 所谓的爱国就是爱中共治下之国 也就是爱中共这个党才算爱国 党继国党天下 在海外的新品聪网站上 一位叫习牛子的网友说 爱国者治港是香港特色的新民主 他具体是这样说的 中共最有特色 凡是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就加个特色 表示自己创新了更高级的制度 然后把独裁包装成特色 独裁也是特色的 法西斯也是特色的 现在又创新了特色民主制度 这让西方的民主国家 民主制度情何以堪 特色新民主制度 竟不是民主体制下创造的 而是由独裁体制 教西方新民主 在特色新民主的路上 中共是教师爷 西方都学着点什么是民主吧 在海外的马特市网站上 一位叫Hard Metal的网友认为 哪些港人是不爱国的港人 谁说了算呢 当然只能是由北京说了算 他发提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以后每个香港人的脑门上都会贴上一个标签 这个是爱国的 那个是不爱国的 爱国的可以来治港 不爱国的都靠边站 先搞出一个港版国安法 然后开始大批抓人 到现在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算是可以让北京安心了 香港从此再无民主派 只有爱国的建制派 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堵住了不爱国的港人参与选举的权力 前美国电子杂志大参考的主编李洪宽先生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分析说 无论是汪洋还是李克强 他们的观点 本质没有太大的不同 都是具有欺骗性 香港的现实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因为活生生的现实发生在香港天天抓人 有一些人全是表达一个迷怨 就实行逮捕 香港已经整体上已经淪陷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除了香港问题以外 大陆是否会武统台湾 这个问题呢 这几天也在海外网站上引起热议 原因是因为 3月11号 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 中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个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这个远景纲要的一个看点呢 就是他提到了 要把高铁从福州修到台北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大陆要在2035年之前武统台湾呢 一个叫孟章的推草网友 嘲讽说 明显感觉最近不吹5G了 太没劲了 开吹高铁直通台湾 北京到深圳的磁悬浮 再下去就是钻通地球 直达北美 太空堡垒直通火星 台湾陆委会官员已经表示 要修高铁到台湾 不过是大陆单方面的宣传计划 不能够强加给台湾 对于大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海外社会上许多热爱民主自由的网友 流露出非常气愤的情绪 推特网友丽亚沈发推问出下面这些问题 把高科技用于监控每一个中国人是开放社会 什么时候开放党性报件 什么时候军队国家化 枪口永不对准自己的人民 武统台湾 为什么不是三民主义统一台湾 在新品聪网站上呢 有网友发起了 假如包地武统台湾成功 会发生什么的讨论 这里的包地呢 显然是这位网友在暗指习近平 有参加这个讨论的网友说 假如包地武统台湾成功 中国的民主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 他会不会废除社会主义登基称帝 其后 世世代代继续亲皇位呢 另一位网友表示 大陆会像新疆一样 大规模的学习台湾人 毕竟台湾人不可能不抵抗的 然后再来搞一个虚假的一国两制 让大量的粉红慢慢涌入台湾 不管怎样投票 都是选的亲共派 剩下不敢反抗的台湾人 只能默默接受 不然就是移民美日等国 还有的网友说 就我个人的看法 武统台湾没有什么任何益处 所以真正武统在短期内 是不会出现的 但为什么大陆当局 又成天把武统挂在嘴上呢 其实这是一种统治需要 是一种维稳手段 而台湾话题就是 大陆政府在遭遇民愤 或者是其他有损统治基础的话题时 一个很好的转移手段 李洪宽先生长期分析观察中国的政局 他也认为 中国要修高铁大台湾不太可能 这就是现在中共的两会呢 就是一种假民主 就是骗老百姓 演戏 欺骗老百姓 就是骗台湾老百姓嘛 其实和平时期都不太有限的 你想想那么 把那台湾还打 成本就多高啊 但是真正说 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现在来讲还是很小的 美国对这个事 立场 起码到现在吧 还是非常明确的 不允许大陆搞武统 你们必须对和谈 就是体现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两会期间呢 还有一个焦点就是 中国现在公布2035年的 远景目标纲要 是不是意味着 习近平要掌权道 2035年呢 人家说2035年 高铁修台湾 还用分析吗 至少 站到2035年以后 这是推特网友 Rocky My 00的看法 习近平提出的 2035年的远景规划 实际上就是对习近平 他本人要终身持的 这个推行 对全民的一致失所 那为了实现 2035年的远景规划 习近平就要留任到 至少是2035年 那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 他如果执政到2035年 那至少他那时候已经是82岁 这是美国油管频道自媒体视频节目 建民推墙论主持人吴建民的分析 最近的很多人研究共产国家的历史 结果突然发现这位一尊核心和舵手 最像前苏联的那位柏列日涅夫 这个呢是美国油管网自媒体时评节目 大康有话说 主持人大康的观点 柏列日涅夫呢 许多中国人比较熟悉 他是1962年至1982年期间 担任苏共总书记 国家元首 他所实施的政策 被认为是特别的保守和僵化 因此呢 大康用包日涅涅夫 来讽刺习近平 说两人相似的特点之一 就是他们都爱封锁言论 说到两个人特别像的 那就是前置言论 保证只有一个声音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这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着 大家都看到 帮习近平做这件事呢 是帮顾名 而当年柏列日涅夫做的 那完全一样 当时为老博清理言论的 是苏斯洛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两会期间 中国加紧网络封锁的情况 美国一家移情公司 注意到 这次北京两会期间呢 中国大规模宣传 新的经济计划纲要 加紧打压不同声音 特别是那些 在网络上质疑 新经济发展目标的声音 还有有关环境污染 腐败和生育率下降 等问题的网络讨论 我们也发现在两会期间 有网友在 海外的马特市网站上表示 最近中国地区 因为高层会议的关系 导致许多VPN无法连接 李洪宽先生分析说 还有推特网站上一位叫QRO的网友也说 现在各平台都空评删帖禁言封号 正常人越来越不爱在墙里说话了 两会期间 在马特市网站上也有人发起讨论 为什么以前中国允许凯迪天涯 在马特市网站上一位叫林肯的马特市网友 这样分析 因为习近平同志的四个自信在作祟 没有自信 缺乏自信 渴望自信 假装自信 谁只要让我们习主席想到自己 肆无自信 谁就是寻讯滋事 李洪宽先生的观点是说 这种情况是中国近年的大环境造成的 这个可能和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意图有关系 我觉得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个言论自由是深恶痛绝 所以说慢慢的呢 这些网站站得越来越狠 不仅仅是天下论坛了 最大的什么微信的微博啊 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就放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里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 海外的推特网 油管网 马特市网和新品从网站上 网友有关北京两会的讨论热点 一些大陆网友是通过翻墙上这些网站的 感谢美国大参考电子杂志创办人李洪宽先生 对两会期间中国网络封锁情况的分析 如果您也在推特和脸书网站上 欢迎您转发我的节目链接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仍在世界各国肆虐 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名声跌落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之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放话说 当今世界大事是东升西降 习近平还声言美国是他治下了中国的头号敌人 习近平的这种言论和姿态 令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不得不再对当今中国国情刮目相看 习近平与官当今世界大事是东升西降和美国是当今中国头号敌人的言论 是中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联县委宣传部的官网2月25日透露出来的 该线中共官员何彬在该线一次干部大会上解说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时说 在谈国际形势时 习近平做出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在谈到中美战略博弈时 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 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等重大判断 在此之前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就中美关系问题可谓好话说尽 他曾经说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如今在美中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如此画风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但在美国公务政策研究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 Derek Caesars看来 习近平的所谓东升西降是当今世界大趋势的说法很滑稽 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 我发现东升西降的说法很滑稽 因为毛主席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 习近平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晚出了65年 这种说法65年前不符合事实 可能在65年后的今天也不符合事实 史剑道说 但令人感觉愉乐的是习近平的语言跟毛在1950年的语言如此相似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在许多西方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口中 毛主席Chairman Mao几乎总是调侃 邪屑而不是孙称 与此同时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 史剑道对习近平就美中关系发表了看似好勇斗狠的言说 是否感到意外呢 史剑道就此给出的回答是 史剑道说 习近平的话语不会让什么人感觉有什么新意 他没有令人感到意外 他没有让人感觉他跟2019年2017年或2015年不一样 就国内和国际场合宣扬中国的成功而言 他比胡锦涛或江泽民来得更高调 因此他用这种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话术 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 史剑道接着说 当然重要的是其他国家会对他这种说法有什么反应 有些人认为他说话虽然非常民族主义 但他在国际场合会与其他国家合作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富有进攻性 他的讲话只是反映了这一点 就中国所谓的成功而言 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 习近平眼下最感到得意的成就 很可能就是他制下的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方面的成功 但习近平的这种自以为得意与世界舆论背道而驰 许多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抱怨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并进行误导性宣传 导致本应当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变成祸害全世界的大瘟疫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020年10月发表了对14个国家的调查报告说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在过去2020年一年里负面看法显著飙升 如今在接受调查的各国当中 大多数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 在澳大利亚 英国 德国 荷兰 瑞典 美国 韩国 西班牙和加拿大 负面看法达到了皮尤研究中心 自十几年前就此议题展开调查以来的最高点 负面看法随着中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 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不断增长 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看来 习近平所发出的有关世界大事东升西降和他的反美言论 可以用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做出很好的解释 因为习近平从小接受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 这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冯崇义指出 在中国闭关锁国的时候 这种教育很有人信 但随着毛泽东的死去和中国的开放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这套骗人的鬼话 但习近平的思想已经僵化在毛泽东时代 因此他开口闭口就是毛泽东的话语 冯崇义说 一个封闭的心灵 他看不到这个世界 他看到了 他也不相信他所吸引看到的世界 所以在他的这个 perspective 在这个视野里头 他是真的认为 这个西方世界 是在衰落 既然如此 为什么习近平在上台的时候 对美国甜言蜜语 甚至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 对美国的经济构成强奸 为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 习近平还是全力避免公开说美国的坏话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宋永毅表示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这就是自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 统治中国大陆以来 中共政权就一直认为 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是对他构成了生存威胁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宋永毅说了 邓小平心里也是这个思想 那么习近平那当然也是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嘛 因为他还要占美国的钱 他希望嘛 所以他那时候讲过嘛 就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中美关系最重要呢 因为要从美国占钱是最重要的 因为老美呢永远是傻瓜 那么人家不可能一直是傻瓜 现在人家大家把他的面目认清了 那他现在就说斯托连皮了 在宋永毅看来 习近平一关当今世界乱源的说法 显然是背敌当今世界舆论 和当今世界现实 因为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大祸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并不是美国弄出来的 而是中国向全世界扩散的 宋永毅说 不管病毒起源情况如何 是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信息 放任疫情扩散 甚至给世界卫生组织施压 来掩盖和淡化疫情 导致疫情从中国扩散到全世界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认为 习近平最近有关中国的国事 国运和美国的言论 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画术 使用这种画术 蕴含着一种风险 史建道说 民族主义画术的一个问题是 你最终要兑现你说的话 假如您认为中国在经济上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那么你就应当有什么方式 来兑现你说的话 这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 我认为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也显示 中国连一个中间偏上收入的国家 都算不上 中国目前负债 而且由于非常恶劣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 中国当局声言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 在去年疫情流行期间 取得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对中国当局的这种说法 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有争议 但他们对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人口增长在呈现 转崖式下跌这一事实毫无争议 在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富裕和发达国家 尚且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情况下 中国作为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国家 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 及老无所养问题的前景 在许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专家看来 非常不乐观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 给当今中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造成了严重问题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 完全是中共的专制独裁 包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采取强制绝育 强制堕胎造成的 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 没有承认错误 没有道歉 更没有赔偿 而是试图通过强调斗争 包括强调跟国际敌对势力 跟美国斗争 煽动民族主义 甚至煽动战争来转移视线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 对习近平的这种民族主义话术表示担忧 他说 史剑道说 这种民族主义的话术 现在令人担忧的一部分是 假如说东方及中国在上升 那么要是东方没有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 那么成功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史剑道说 中国当局会变得更谦虚 更谦卑吗 或者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吗 这是人们眼下关切的一个大问题 他说 很多人现在在谈论中国的绝集 但我的看法是 这些说法都言过其实 于是这就有了问题 这就是假如人们开始看到中国处于困境 习近平会有什么反应 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 一年一度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 三月初在北京举行 今年的两会 恰逢中共迎来建党一百周年 即中国启动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 因此被显重要 除十四五规划等经济议题外 中国对香港和台湾的政策 尤为引发西方舆论关注 北京在香港问题上正式提出爱国者治港的主张 针对台湾则表示没有妥协余地 没有退让空间 如何评判中国外交内政政策目标 如何展望中国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轨迹 对此我们连线到 有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夏明夏教授您好 十三好 听众好 首先请谈谈您对今年两会的总体印象 您认为今次两会最大的看点何在 是当然这次两会有许多的不同的解读 而且能够关注地方也很多 我认为这整个两会这次最大的看点 其实还是习近平 那么其实我们在看到习近平在道言 也出了就是宫廷大戏了 而且这个宫廷大戏 当然是和他讲稿终身制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在三年前废除了任期制的限制了 现在当他在说什么未来的十五年规划了 还有什么两百年的 一个是2021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 然后还有一个是1949年到20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制一百年 所以他这些说法 包括还有他说到建军了 也就是2027了 所以这些他的说法 基本上是在为他的终身制了 或者至少是要突破第二阶任期 担任第三阶任期了 在突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宫廷大戏 具有专制的意义 而且我觉得最为可笑的就在于 因为我们看到了整个会场的这个气氛 和导演的整个步骤了 基本上像成人木偶玩具了 他们在整齐画一的表演 一场玩具兵的游戏 因为你可以看到 无论这种所谓入场的音乐 习近平装模这样的进场 然后大家那种整齐这种拍手 作为一个在西方国家生活的成年人 我真是觉得这种对智商的 对人格的一种侮辱 但是中国的政治目前状态了 那么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其中当然有个小的东西 你可以注意 习近平的茶杯了 就有两个 咱们就在解读 为什么习近平的茶杯有两个 那么我说因为是木偶戏 所以导演都是非常担心 他会有出错 所以怕了谁都找不到位置 习近平第一个入场 所以他放两个茶杯 他能找到他的位置 这样的话 其他的人就排排坐吃果果 这样的话就跟着导演 跟着领导 剝落的leader跟着领导 他的整齐的步伐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荒诞的 但同时你可以看到 这种荒诞里边 透露出许多的尴尬 因为习近平在不断地想 扩大他的权力的同时 想制造出他的这种神话 这种个人崇拜 其实你看中国的经济 内政 外交 其实都出现了许多的尴尬 都是不给力 所以在围绕经济 尤其是就业 农村的所谓的振兴 你在会场上 你可以感觉到 大家对未来的信心 对习近平的信心 你如果注意一下 李克强在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他的精神状态 还有大家的士气 其实都表现出非常大的尴尬 所以我觉得恐怕 这是今年两会的最大的看点 今年的两会 香港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北京准备对香港的选举制度 进行改革 并提出爱国者治港的主张 请对此谈谈您的看法 对 这里边你可以看到 对香港的整个特首 还有立法委员会 整个选举进行重大的变更 它不是一种改革 当然更是一种倒退 因为这个选举委员会权力 其实是非常大 而且选举委员会也要去负责 不仅是选举的问题 还要负责候选人的提出的问题 那你可以看出候选人的提出的门槛 设定的非常的高 尤其选举委员会 它是主要通过界别来进行安排的 界别它是根据各大的这种企业 或者工会这样来的 在香港当然就是有这些商界 企业界或者银行界 工商界等等的 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央政府的 就比较容易控制界别 所以这个选举委员会 它本身的安排选举本身 就已经不民主了 然后如果这个门槛又提的很高 谁要提出候选人呢 选举委员会里边 必须要一个很高的门槛 你才能够获得提名 所以我认为其实是使得这个选举 是越来越难 那么另外他还加了一个选举审查委员会 选举审查委员会 他就提出一定要有爱国者了 才能参加选举 提出爱国者质感 问题就是谁是爱国者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 很不幸我们是被抛进这个存在的 那么谁也没法选择谁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鉴别说 谁是爱国者 如果他不是爱国者 那他就是叛徒 他就是汉奸 他就是该消灭的敌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爱国者 治港的主张 是非常反动 而且具有法西斯的色彩的 其实这里边跟毛泽东的提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敌人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而德国的法西斯的法学家 卡尔斯密特提出的 政治的核心问题 就是敌友之分 我觉得这种法西斯的逻辑 其实在主宰这种爱国者 治港的修改 另外我还想提点就是 香港他这次被打压了 中央了 直接用他的权力了 其实就扼杀了香港的地方自治 扼杀香港 在英国的治港时期 培育出的这种 英国和西方国家的 这种城市精神 我记得我专门到法国了 我还到了香槟 这些市场地带了 那边有个很有名的 市场城市叫Pervant Pervant就是通过这种 市民的商业精神 成就出的一个城市 这种城市 它其中城市精神 主要是由商业阶层 中产阶级 也就是法国的第三等级 最后的话 对贵族 其实提出了某种挑战 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 其实都把贵族了 给挑战下来 而在这个整个 博弈的过程中 王权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这个贵族 王权和中产阶级的博弈 其实就是由城市来推动的 很遗憾 中国的城市长期来了 其实都是王权的附庸 它不是城市市场经济的产品 所以它没有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 这种市民阶级的 公民社会的城市精神 而香港在过去的三十年 尤其在英国离开以后了 香港的年轻人 没有殖民主义的这种烙印 也没有中国专制主义了 马上进场 所以他们培育出的这种 公民社会城市精神 我觉得真正是由香港了 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说 能够让王权了 或者让中共的这种专制集权了 能够得到某一种的循服啊 能够走向更大的一个法治 市场经济 自由和民主 但是很遗憾了 中国共产党这些做法了 其实把中国历史上 这么两三千年的城市发展史 好不容易有个香港啊 成为一个可能会把中国了 引导成像欧洲和日本 这样的城市精神了 把这个路了 这次就把它堵死 所以我觉得 所有这个进程呢 对香港人是一个悲哀 其实何尝又不是对整个中国 对整个中国的历史 和整个中国的命运 其实何尝又不是一个悲剧了 2021年 中国共产党不仅迎来建党100周年 也是辛亥革命110年的纪念年份 台湾的话题则更显敏感 北京更加坚定了一贯的反独促统立场 外交部长王毅 在两会期间警告美国拜登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越界玩火 您对此一警告作何解读 是王毅的所谓的他的强硬政策 或者习近平呢 也提出了东升西降 东方之治 西方之乱 习近平也提出了平视世界了 王毅呢 做法了 当然跟那个东西也是合拍的 但是王毅这种强硬的立场 反映了就中国政府目前的自信嘛 其实王毅跟习近平呢 他们内心的这种焦虑了 其实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呢 表现出他们呢 现在在放很多空炮了 要搞出了这种火腰味 非常浓的讲话 这种讲话 他也知道在全世界了 其实没有任何效果 他其实主要是给中国 自己的国民听的 那么所以你看到中国政府了 对全世界的 目前的世界的格局 战略的发展 其实是极度的无视了 导致他的盲目自信 然后呢 他在国内了 在煽动那个民族主义 在走向某一种程度上的关门 自己关起来的门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种仇外了 这种情绪了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了 在跟官场的这种自大自狂了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为什么说王毅其实在玩火了 因为台湾的这个问题 无论在特朗普总统时期 还是现在拜登的上台了 都给台湾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略承诺 就是我们绝不会允许台湾 被武装的统一 绝不会允许了大陆 对台湾进行武装的风围 封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湾是美国战略的 一个重要的承诺 而美国是跟 日本式战略结盟关系 美国跟韩国战略结盟关系 美国有北约为军事同盟 美国跟澳大利亚 新西兰也有澳新美的战略结盟关系 所以当中国政府 想在台湾上 所谓的要去搞出火药味很浓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踩出一个地雷阵 会引发真的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十大的军事强国里边 只有一个俄国 不是美国的盟国 其他的七个国家 全是美国的盟国 今年是中国推出的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从目前情况看 中国是摆脱新冠疫情大流行病最快的国家 也是经济受损最小的国家 您如何展望中国未来十五年的经济走势 对这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次应对这个新冠疫情呢 各国的反应呢 有领导的各种失误 包括中国也有习近平的重大失误 导致这种疫情的出现和泛滥 各个国家在应对的时候呢 当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在考量 有的国家是着重于安全 有的国家是着重于自由 有的国家是着重于经济 有的国家呢 恐怕是着重于呢 更多的这些社会公平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 大家的解读当事和应对方案呢 都不一样 所以中国呢 他目前呢 能够稳住他的经济呢 当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这种稳住 你可以看到他也付出极大的代价 极大的代价就是 刚才我们讲到 中国的这种政权的法西斯化 他对整个14亿人呢 可以进行 生杀欲读的大权的 任意的行使 可以把病人呢 变成罪犯了来对待 所以他的整个应对了 其实付出的政治代价 和社会代价呢 是非常高的 尽管他获得了 经济上的政争党 西方国家的话 他就不是这样 他的更多的是为了 保护自由 人权 人生保护令 社会的根本的体制 不是于通过这个 疫情的这个防疫了 把他给摧毁 但是西方国家 他是后来居上 他们主要是通过 疫苗的开发 和治疗方案的药物的开发 那你看到 无论在疫苗 还是治疗的药物 西方国家 现在都已经遍地开花 都已经再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难 现在就下定论 认为中国呢 已经取得了胜利 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 西方的经济学家 包括中国的 他自己的官方经济学 像林毅夫 在2008年说 中国未来20年 保持8%的 以上的增长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这些预言呢 早已经破散了 去年呢 中国尽管经济呢 也不错 百分之二点九 今年呢 他预计了 说要那个增加百分之六 这些呢 从西方国家角度来说 都已经很不错的增长数字 但是对中国来说 如果他没有 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数字 他就没办法消化 他现在人口 那边急需就业的 这些大学毕业生 就有九百多万 还有其他的农村的 农民工等等 所以我认为 对中国的目前的 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 这种人口的老化 生态和资源的固结 而且全球大环境呢 其实不仅是对中国 造成很大的 市场上的压力 而且目前西方国家 在恢复的过程中 显然在调整 他的生产链条 更多的是要摆脱 跟中国的这些 很多的依赖关系 所以西方国家的恢复了 给中国带来的拉动力了 其实也会减少 而中国目前 你如果看 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对经济 目前的评估 无论是六保了 还有什么 目前的这个债务的问题了 使得他要 大面积灌水了 又出现困难 因为中国现在是 M2广义货币 对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了 现在在全世界了 香港是最高 是400% 中国是第四高 200% 其他的就是日本和黎巴伦 那么黎巴伦 我们看到已经在去年的 那个经济危机 已经崩溃掉了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中国其实是面对着 很大的经济危机 所以现在他也是一个尴尬 他如果想拉动 就要不断的在货币放水 但是他现在 李克强说 他们不敢大面积灌水 同样的 他如果经济了 没办法出现 快速增长了 又面对着这种就业 各种挑战 所以我觉得 对未来中国 十几年的展望了 我认为 中国有很多的 结构性的危机 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危机了 以目前的 中共的领导的 战略决策了 我认为他们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谢谢夏明教授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 由刘芳主持 感谢收听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 本周四称为加强对具有 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 和相关新技术应用的安全管理 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 指导各地网信部门公安机关 加强对语音社交软件 和社深度伪造技术的 互联网新技术 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 中国网络活跃人士丁女士 当天介绍本台采访时说 当局此举意在继续收紧 对互联网应用的管控 为下一步这些企业 实行国有化做准备 网信办称 正对近期未旅行安全评估程序的 语音社交软件 和社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部指导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 广东等地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约谈小米 快手 字节跳动 喜马拉雅 阿里巴巴 腾讯等11家企业 督促及认真开展安全评估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措施 并对安全评估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及时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对此网络技术人员詹先生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官方对互联网内容早有严格要求 此次针对语音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控 无非是为了在网络端口加入监控系统 他说 手机软件或网络平台 在搜集个人数据的同时 还会搜集个人生物信息 包括你的声音 相当于公安机关 它有一个追溯的这样一个机制 没想到在这个行业 也在开始推行 我所知道公共的上网的地方 像那个网吧里边 五星级酒店里边 上网的那个计算机 网家部门它会在你那个 就是数据的入口那个地方 有一个进向端口 也就是说你进出的那个数据 必须要中国那个数据端口去 那个数据端口就是公安局的那个数据端口 网信办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自行开展安全评估 对评估结果负责 并向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提交报告 中国网络活跃人士省智对本台说 当局要求互联网企业主动向当局提交监测数据 表明这些民旗正在加入中国政府的监控系统 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网信办还表示 下一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将继续指导 各地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加大巡查检查力度 督促属地互联网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积极主动履行安全管理义务 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共同维护网络传播秩序 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监管法律明确规定 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获取人脸识别信息 然而在我们周围 偷偷获取涉及我们隐私财产安全的人脸识别摄像头数量惊人 中国官媒央视的消费者维权节目315晚会 日前点名炮轰 美国卫浴品牌科乐 德国宝马汽车与意大利服装品牌麦斯玛拉等商店 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在为真的顾客的同意下 海量搜集人脸信息 同时也曝光了相关的监视器制造商 如苏州万店长 优洛克 广州雅亮 深圳瑞维 这些最核心的生物识别信息 已经被和我们毫无关系的第三方公司所掌握 报道说 梁氏记者走访全国多地 调查了20多家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商户 发现这些系统不仅捕捉了客户的人脸信息 还能分析出客户的性别 年龄 当下心情 而近视器的数量也已经有几十万上百万个 相信人脸数据量肯定已经上亿了 应安全考虑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媒体人刘先生形容 近几年中国扫脸技术被滥用 公众对信息泄露一事 千怪不怪 比如上厂的卫生间 你拿个免费手指都要去扫脸 而且很多人他不理解 这些脸信息泄露能怎么样 不像这个手机或者身份证这样容易 就是要理解 他们觉得嘛 这个脸长在我头上 也偷不走 所以他就没有对身份证 我手机号那么带火 美国退役陆军军官肖恩则强调 正是中国政府作为始作俑者 大力推广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 才会让个人信息收集 越法普及甚至失控 这个人脸识别 这个设备和技术 从维稳的角度来说 这个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政府本身是大规模的收集以后 人们对人脸识别 这个事情就变得麻木了 信息就是巨大的一个资源 所以很多人可以买这些信息 就等于支撑出这样一个黑色的产业链 自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 中国天网启用以来 中国似乎在研发维稳监控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睛 社会信用系统大数据平台 可以入侵智能手机的手持扫描仪等 中国官方正利用高科技建立警察社会 其中新疆正式成为当局实行数字极权主义的试验田 当地所实行的大规模监控和采集平民生物信息系统 使外界感到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企业新疑科技和清华大学 在315晚会节目播出后第二天 宣布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人脸数据集 包含400万人脸ID和2.6亿张图片 新疑科技也在不久前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举办的 戴口罩人脸识别评测中 夺下第一 该评测被公认为 全球规模最大 标准最严 竞争最激烈 最权威的人脸识别算法评测 消息传出后 中国各媒体以中国队在人脸识别领域的捷报 真相报道 小文告诉记者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稳定 无所不用其极 在公权力任意扩张 商业方面缺乏监管 相应法规又迟迟无法推出的情况下 官方打击偷脸商户 颇有贼喊捉贼的感觉 在中央级的媒体上去曝光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打击力度还是很有限的 只是这找社会效应了 就是让人觉得这种事情的这个侵犯往往是这些三家不法行为 人们忽略了对政府的这个侵权的行为 至于阿州电队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